皮影 第一集 鲜冷得渗人 我紧了紧衣服 坏马加鞭地向家中赶去 路过一个转口处时 一个衣衫蓝褛的老乞丐 叫住了我 哎呀 兄弟好吧 他抖着身子 伸出肮脏的大手 给 给 给口吃的吧 我瞥了他一眼 快步躲过 他的声音随机停止 想是已经对人们的麻木不仁 习以为常了 我突然有些后悔 便勒住马 蹲了下来 扭头望着那老乞丐 他似乎又看到了希望 又伸出手来颤抖着身子 向我靠近了几步 找个地方过夜吧 这天井会冻死人的 我掏出银子 放在他手中 他表情诧异 随后激动地缩回身子 握紧那银子 少爷是个好人 好人就该远离是非 我错了 什么意思 他抬头直视着我 眼睛突然放出精光 你家宅凶险 你家宅凶险 是个是非之地 我暴怒 放肆 你怎可诅咒我家宅 他冷冷一笑 不再言语 我愤愤地扭转身 向家中急驰而去 走了几步 突然觉得异样 扭回头望去 那老乞丐竟然没了踪影 老乞丐的话 让我心中隐隐不安 快到家的时候 远远地望见门楼上 小着两盏素白大灯笼 隐约可闻府内悲鸣哀涕 我心头一紧 下马急慌慌地冲进大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素白 父亲 母亲 既全家奴仆 既披麻戴孝 戳其不知 我一下忙了 母亲看到我 告诉我一个 晴天霹雳的消息 爷爷死了 我身不由己地 向爷爷的房间跑去 跌跌撞撞打开房门 一眼就见到了 躺在青塘中央的爷爷 泪水轻渴 夺眶而出 我望着满院的素白 突然想到那老乞丐的话 你家宅凶险 是个是非之地 他是什么人 家中怎就真的出了祸事 难道真的 有什么灾祸 正在逼近我们吗 我忍不住地胡思乱想 忽然又觉得好笑 怎么就相信了 那老乞丐的胡言乱语呢 想来爷爷的身体 抑制不好 在我小时候 便得了恶疾 爷爷的过失 也许只是他病情 加重所致 记得有一次 我无意从爷爷房间 经过 听见爷爷用极其难耐的声音 喊着 断断续续地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爷爷的病找过很多个大夫 却都说是心急 只能养得 想要除根却是不易 而爷爷到底有什么心事呢 一家老小却无人知晓 爷爷也从不许人问他 稍加询问便会大发雷霆之怒 我从小深知这一规矩 所以从不过问爷爷的心事 只是觉得爷爷脾气 古怪孤僻 常常一个人全在屋中 发完他的宝贝 一个皮影小人 小的时候有一回 我曾冒冒失失 闯进爷爷的房间 爷爷当时吓了一跳 手中的皮影掉在地上 爷爷像丢了魂使得快速解释起来 然后我吓得哭了起来 站在门口不知所措 见我哭得厉害 爷爷也愣住了 也许觉得自己太过激动了 便小心地将那皮影收了起来 然后躲到我的身旁 扶着我的头告诉我 那皮影是他的命根子 丢了皮影 他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我当时年幼 不解爷爷的话 只是对爷爷 看似比我还宝贝的皮影 产生了兴趣 一直想着一窥究竟 可是十年过去了 我却一直未能如愿 爷爷真的就像对待他的命一般 呵护着那皮影 不过 我最终还是见到了皮影 那是前些日子 爷爷去佛堂上乡的时候 我偷偷地到爷爷屋里翻到的 因为紧张 我不小心把皮影弄断了 我当时吓坏了 想着爷爷回来后 看到皮影的可怕脸色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于是我匆匆地将皮影放回原位 陶冶似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那一夜我辗转难眠 满脑子想到的 都是爷爷如何惩罚我 可是一日 爷爷却好似变了个人似的 带着我在集市上玩了整日 我当然错了 回到家 几次想将事情说出来 可又不敢 爷爷倒似乎是看透了我的心思 夜晚他将我招进他的房中 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 什么他的大县已到 这一天迟早要来的 都是他坐下的孽势之类的 听得我是云里雾里 但庆幸爷爷并没有为此而发火 心中倒是安稳了下来 可是这才几日的功夫 爷爷就去了 就像他曾经说的 那皮影是他的命 皮影断了 他的命变中了 想到这儿 我心中突然颤抖起来 难道爷爷的命数 真的被那皮影左右着 那皮影又是什么东西 夜里风凄凉得很 笑得可不 我心里烦闷着睡不着 想着到院子里 吹吹凉风 出了房间 刚转过玄关 眼前就有灯火一闪而熄 我眨了眨眼 好奇地望过去 那墨的亮起的地方 竟是爷爷的房间 我抖了一下 想着自己定是眼花了 这时风又大坐起来 头顶的白灯笼 晃动不止 院落请客前 拢了一层诡异 我咽了口唾沫 欲转身走 眼角余光 恍惚又看到一丝亮光 扭头看过去 又是爷爷房间的方向 我头皮酥麻麻地 想回屋去 可是脚 却向着爷爷的房间走去 来到了房间门口 我推忙而入 一股阴霾之气席卷面门 我猝眉走进屋里 点了灯 坐在椅子上 总觉得屋内异样 放眼望去 却未发现什么不妥 莫得想起那皮影小人 便迫不及待地翻炒出来 那皮影还在 我长嘘了一口气 对着灯光 将那小人举在眼前 小人精细的样子 便尽收眼底 虽然不是第一次 看这物质 但这么仔细 还是头一次 我为这皮影的精致 雕工感叹 栩栩如生的样子 似活了一半 只是皮料 有些不同于 以往的皮影 看不出是什么 皮子做的 精盈软薄 我恨是焦难 我端详了一会儿 便将皮影 收进了匣子 抬头瞥见 当空明月 时候许是不早了 我打算回房间睡了 关门的刹那 突然想起了什么 惊恐地望了一眼 桌上的灯气 迅速关闭房门 头也不回地逃离了 爷爷房中那盏灯 在我未点亮的时候 便含着余温 这就是我一直觉得 不妥的地方 看来一切 并非是我的幻想 爷爷是在 头七下葬的 那天去了很多人 多是商界 有头有脸的人物 大部分我都见过 但爷有不认识的 其中之一 是一位老者 看起来年纪 应该和爷爷相差无几 穿着打扮很是体面 父亲在看到那老者的时候 立刻拉着我走了过去 毕恭毕敬地行礼 我傻傻地愣在那 不知所措 父亲怒骂我 见了四爷 还不磕头 我一正 满跪了下去 四爷只是 居高临下地点了点头 然后就和父亲 谈谈起来 四爷面无表情地问 老大 你爹是怎么死的 我爹是病去的 病去的 四爷狐疑地 望了一眼分碑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皮影 父亲思索片刻 皮影 您老是说 老爷子生前 一直当作宝贝的 那个皮影小人 四爷点了点头 这我倒是没见过 应该还在 老爷子的房间吧 四爷听到这话 眉头不经意地 粗了一下 接着 眼什么也没再问 我站在父亲身后 看到四爷这般表情 越发觉得那皮影 是个不祥的物件 葬礼完毕之后 父亲请四爷 去家里小住几日 回城的路上 我和母亲 同坐一辆马车 母亲 那四爷是何许人 我对着突如其来的四爷 很是好奇 那是你爷爷 生前的拜把兄弟 一共四人 你爷爷排行老三 他排行老四 想来 你这四爷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只是 这许多年 两家未曾联系 我嫁过来 也只见过一面 未曾想他老人家 今天会来 是这样啊 那其他两个人呢 不晓得 我也从未见过 听说好像去得早 原来如此 我挑梁望了一眼前面的马车 那个四爷 似乎藏着很多秘密 放下帘子的一瞬间 我看见路旁一个人 正直直的 注视着父亲那辆马车 不是别人 竟是那个老乞丐 煞时 我又想起他对我说的那句话 你家宅凶险 我忙放下帘子 努力刻着自己的胡思乱想 到了家 父亲为四爷 安置了上房 四爷却要求 住进爷爷的房间 死人的房间 是极其晦气的 但四爷 却极力要求入住 我发觉 这是个不可理喻的老头 夜里 我无意间 从爷爷的房间经过 路过窗口的时候 我听见屋内有声音 于是我好奇 贴在墙根 仔细地窥听 声音是四爷发出来的 像是自言自语 三哥 没想到你真的去了 这是真的吗 大哥二哥都去了 然后是你 接下来是不是轮到我了 这真是报应啊 报应啊 接着 房间又静了下来 我想四爷是睡着了 可屋内的灯还燃着 刚刚四爷那些 莫名其妙的话 让我浮想脸片 强烈地 好奇心地作祟下 我偷偷地捅破窗户纸 向内窥去 灯火下 我看见四爷坐在桌前 手里 小心翼翼地捧着一样东西 竟是那个小皮影人 我甚是惊讶 怎么四爷 也有一个这样的皮影 接下来四爷又开始 自言自语 他喃喃 快乐 快乐 下一个就是我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 手臂颤巍巍的 似乎害怕极了 快乐 又是什么快乐呢 我想不通 那皮影究竟是什么怪物 看得出来 四爷对那皮影 既宝贝又恐惧 直觉告诉我 一定有秘密 四爷和爷爷 一定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日一早 我就听见四爷的喊叫 一家老小跑了出来 正如我所料 原来四爷 是要看看爷爷的皮影小人 父亲立刻拆人去找 当然是毫无收获 我还不打算把那皮影拿出来 没有见到皮影 四爷似乎很烦恼 他气急败坏地走出大门 我立刻借着去见朋友为友 小心谨慎地 跟在四爷身后 四爷静止去了爷爷的墓地 坐在地上 似乎说着什么 我躲在一棵枯树后 竖着耳朵听着 三哥 你真的是病死的吗 四爷说着 从怀里掏出两个皮影小人 都是残缺不全的 他将皮影摆在地上 一个没了脑袋 一个没了心 你又是什么样呢 我又该是什么样子呢 我听得一阵毛骨悚然 一个没了脑袋 一个没了心 这个时候 墓地上空突然卷起一阵阴风 乌鸦惨叫着 从枯木上窜腾起来 四爷旁边的皮影 一下被吹出老远 他慌忙地追了出去 我不敢在这阴森鬼魅的地方长流 也匆忙地逃离了 路上我左思右想的 想着四爷的话 他似乎不相信爷爷是病死的 似乎觉得爷爷不该这样死 话里话外透着一种先知 那他又知道什么呢 那些皮影又代表着什么呢 我正胡思乱想 偶然间望见路旁围了许多人 挤进一看 发现是个皮影班子 我突然灵机一动急忙跑回家 取了爷爷的皮影 回来的时候 班子前又添了许多人 我焦急地挤进去 拿出一顶银子丢到老板面前 老板望着银子发呆 许是久未见到这么多的钱了 他没有动那钱 只是谦卑地问我什么事 我告诉他立刻收班子 我要问他些事情 他不敢违抗 收了银子匆忙撤了台子 我将他净值带到一家茶楼 你应该演了很多年的皮影戏了吧 我望着他沧桑的面中问道 回少爷 一辈子就靠这个户口了 好 我有样东西给你看 我说着 掏出了随身的皮影 你看看这个 有什么不妥 他谨小慎微地接过 仔细端详半天 这东西剥得很呆 脆得很 不像是一般的皮影 一般皮影都是驴皮或者猪皮做的 少爷这物件 确实稀有 至于什么皮 我就说不好了 你直说 我听得出来 他似乎有所忌惮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好奇罢了 他猝眉思索许久 这样啊 这东西应该是很多层皮叠出来的 像是 像是人皮做的 人皮 我惊得说不出话来 望着桌上的皮影 不由地打了个寒颤 从茶楼出来 我静止回了家 吃晚饭的时候 我一个人都不敢吃 因为四爷久久不从房间里出来 父亲差人去请了几回 四爷却连门也不开 无奈 他只好亲自去请 我也跟在父亲的身后通去 父亲恭敬地在门口询问 可是四爷的房门依然紧闭 连个回话的也没有 最后父亲只得小心翼翼地推开了门 门非开的一刹 我就嗅到了一股腥臭 接着我和父亲都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 地面遍布血液 桌子上 墙上也溅满了血水 四爷躺在房间中央 身体从头到腹部 有一道鲜红的血痕 整个人已经变成了两半了 他的眼睛惊恐无助地睁着 死死地盯着房梁 过路的几个小丫鬟 偶然见到这血腥一幕 惊叫着 匆忙逃离 他们的尖叫声将呆正的父亲和我拉回现实 父亲一边喊着报官 一边跑了出去 我也亮亮腔腔地退出屋子 想着离开 可是恍觉哪里不对 于是又折回屋内 我望着四爷的眼睛 将视线一点点的上膝 然后我再一次惊呆了 我看到房梁上 粘着一只皮影小人 一只和四爷一样 被批为两半的皮影小人 又是皮影 我瑟瑟发抖冲出了屋子 我冲回房间 颤抖地掏出爷爷那个皮影 虽然已经被我张好了 但那道列文依然清晰可见 我猛地想起 这是人皮做的 手一软 将其丢到了地上 那一刹那我冒出一个想法 毁了这诡异可怖的东西 我把皮影凑进灯火 又默然地停住了 原因很简单 我是被自己的好奇心蛊惑了 我清楚这人皮皮影 一定蕴藏着一个故事 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决定搞清楚 一日一早 我找到父亲 询问有关大爷和二爷的事情 父亲先是吃了一惊 然后叹了一口气 悠悠地到来 你大爷和你二爷 其实也是商界有名的大人物 可以说他们兄弟四个 在商界是个传奇 当年他们四人都是穷光蛋 却不知怎的一夜暴富 各自闯出了名堂 再后来 以此之间便疏远了 久未联系 我也只是在很小的时候 见过你大爷和二爷 可是就在几年前 家里突然收到一封信 是你大爷家里寄来的 说是老爷子 突然得了恶级去世 你爷爷当时就赶过去了 后来你爷爷偷偷告诉我 你大爷根本不是因病而去 而是被人割了脑袋 这事发生不到一年 你二爷也死了 据说是被掏去了心脏 虽然 这些事虽然报了官 可到了了 也没查出来什么 这两件事啊 在当时可是轰动一时 听了父亲的话 我又想起四爷 在爷爷分前的话 一个没了脑袋 一个没了心 似有所误 我似乎明白爷爷 为什么总是将那皮影视如珍宝 因为他清楚 若那皮影毁了 他也就毁了 只是有一点我不明白 为什么皮影能操控他们的生死 这似乎是说不通的 如果硬要解释 也只能以鬼神之说敷衍了事了 这种玄妙的事情 我可不信 我怀着无数的疑问 在外面度过了一天 江黑的时候 我向家中走去 路上我又遇到了那老乞丐 他似乎也认出了我 那表情极其傲慢 似乎在讽刺我先前对他的不信任 我知道 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先知的一人 他一定知道什么 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说吧 我丢给他一定银子 他捡起来抬头望着我 说什么 我醋眉冷对 告诉我你知道的一切 少爷 我只能说天道轮回 恶有恶报 废话 我才不相信这骗人的言语 那就把你所谓的天道轮回讲清楚 天机不可泄露 我已经提醒过你了 我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他猛的一抖 我便退出老远 这不是个简单的乞丐 这让我惊讶万分 只是一转眼的功夫 老乞丐已经消失在我的视线内 我回到家中 一切依旧 四爷的死 官府没有查到任何线索 面对这样的现实 所有人里眼上都挂着不可抑制的恐惧 匆匆吃了晚饭 便各自回屋了 深夜 我起身向爷爷的房间走去 稀记能找到蛛丝马迹 刚到前院 便看到爷爷的房间内 似有灯火 隐隐绰绰 我心头一紧 立刻贴到窗下 屋内没有一丝动静 我怀疑是否我出了错觉 但那光 却是真实的存在的 于是我缓缓抬起头 捅破窗户指 向内窥去 我看到一个人站在灵尾前一动不动 因为他背对着我 我看不到他的面容 我的第一反应 他是人是鬼 终于他转身坐到了椅子上 我却吓得坐到地上 那人竟是爷爷 接着屋内的光磨得熄灭 一切回归黑即 我处在屋外 仍旧不敢相信刚才所见 愣了许久 我破蒙而入 我点起风 先是寻找爷爷 可是一无所获 接着我来到灵尾前 惊讶地发现 那些供品 已经被吃了打扮了 我的思绪瞬间极其混乱 我不相信鬼 可是如果不是鬼灵 那又怎么会无缘无故的 从这四面封闭的房间消失呢 这个时候 鸡鸣响起 我急忙退出了房间 我找到父亲 告诉他我见到爷爷了 父亲先是呆正 继而大发雷霆 怒骂我胡言乱语 我当然是竭力辩解 但越是如此 父亲越是气闹 并警告我不准再这样胡言乱语 母亲在旁边听得心惊肉跳 一边问我是不是撞了鞋了 一边不住地口诵佛号 无奈 我只得离开 这种事情若非亲眼所见 是很少有人相信的 此时就连我 也迷惘不清了 爷爷明明已死 如果不是鬼魂 又会是什么呢 一整日 我烦闷无比 脑子里充斥着 无法解释的问题 上午吃饭的时候 一个仆人突然冲到 父亲的近前 慌张地在父亲耳边 耳语了一阵 父亲的脸色 立马变得极其难堪 马上随仆人跑了出去 我洋装吃饱 回房间的半徒 悄悄地跟在父亲身后 父亲静止来到爷爷的墓地 我躲在其后 远远地就看到墓地上 融起一个土包 仔细地望去 大吃一惊 爷爷的坟竟然被刨开了 父亲只是短暂停留了一刻 便匆匆地离开了 我走进墓地 向那墓穴望去 又是吃了一惊 墓坑中红木棺材大惩着 里面空空如也 爷爷的尸骨 踪迹皆无 我恍然想起 昨晚房间中的爷爷 想起那些吃剩的贡品 于是冒出一个想法 爷爷根本没有死 只是 如果他没死 那又是如何做到 无影无踪地 穿梭于家中和墓地的 我小心翼翼地靠近坟坑 跳进棺材内 脚下突然一空 接着 眼前瞬间漆黑一片 稳定心神后 我左右摸了摸 全是土 原来这是个通道 我有些兴奋 顺着通道向前爬去 一段时间之后 我看到了光线 当我拱开头顶的木板的时候 我如实重负 正如我所料 这通道的另一头 李延接着爷爷的房间 由此我确定 爷爷根本没有死 我兴奋地从爷爷房间跑出来 却看见众人都向我的房间跑去 我预感到不妙 赶忙跟了过去 未到门口便听见丫鬟的惊叫 我拨开众人 向内望去 是爷爷 他躺在地上 身体被横向 劈成了两端了 而在不远处的地上 那个被我粘好的皮影 已经重新裂开 同爷爷一样 从腰部端为两半 这血腥的一幕 再一次震撼到了我 呆正地处在原地 父亲则匍匐在爷爷的旁边 痛哭不已 这一回爷爷是真的去了 和他的皮影一模一样的去了 七天之后 爷爷再一次辱葬 只不过这回是极其隐秘的 草草完事 在爷爷墓前 父亲望着爷爷的棺材 说了一句 父亲 您终于还是没躲得过去 我猝眉望着父亲 我清楚他一定知道 是什么隐情 回来的路上 一阵生死历劲的曲儿 吸引了我 我顺着声音望过去 发现竟是那老乞丐 哈正坐在雪地里 大声地喊唱着 一个没了脑袋 一个没了心 一个横着断 一个竖着断 深夜 宅院中 突然回荡起 类似唱戏的喊叫声 听不出来其唱些什么 着实让人恐惧 全家老小都被引了出来 聚在了前院 在爷爷的屋顶上 出现了一张白布 借着惨白的月光 布面上呈现出几个 残缺不全的皮影小人 他们的头飘着 身子飘着 极其痛苦的 在白布上挣扎着 那回荡在夜空里的声音 随着小人的挣扎 而愈加凄惨 可不 听得人毛过怂然 所有人都被这 不可思议的场面 给吓呆了 直到那悲凉 诡异的叫声消失 白布无影无踪 我们才在一阵 莫名其妙 如气般的大笑声中 缓过神来 这是我看过 最恐怖的一次皮影戏 第二天 我敲开父亲的房门 父亲似乎知道我会来 也晓得我要问什么 他叹了口气 望着桌上 那已经断为两截的皮影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现在你爷爷已去 我也不瞒着你了 几十年前 你爷爷是一个皮影艺人 他和三个结派兄弟 组了个班子 到处演戏糊口 有一年 天气极憾 地里寸草不生 死了许多人 穷人们把所有能吃的东西 全部吃光了 树皮草根 所有的一切 就差吃人了 即便如此 已然失衡遍野 你爷爷他们 他们仗着年轻力壮 一直苦苦撑着 有一天 官府贴出一张告示 说是上面来了大官 喜欢看皮影戏 说如果谁能演出 演绎出皮影戏 就能得到 不菲的奖金 你爷爷他们看到了 一丝希望 立刻接了绑 可是 他们那些驴皮和猪皮 做的皮影 早就成了果腹之物 又能找到什么东西 去演戏呢 但既然接了绑 就必须要去 他们是骑虎南下 回来的路上 他们在墙根 发现了一家三口的尸体 于是冒出个恐怖的想法 用人皮做皮影 先许是恶昏头了 也许实在是没办法 他们就真的将那三具尸体 抬回了家 回家之后 他们呢 就把两个大人拔了皮 谁知道半途那孩子 突然醒过来 惊恐地望着 浑身试血的他们 他们吓坏了 没想到这孩子 还有一口气 于是就把那孩子 丢了出去 演出很是顺利 他们拿着人皮皮影 演了一场精彩的戏 得到了奖金 也渡过了难关 并且靠着这钱做起了生意 渐渐成了各居一地的乡身 可是几年前 你大爷和二爷相继的离奇去世 在他们身边都有一个和他们死状一模一样的皮影 你爷爷知道后非常害怕 他知道这是他们的报应来了 于是 他总是小心地呵护着那个皮影 没想到 他的皮影还是断了 于是他就想出了假死这一招 想躲过这场劫难 只是没想到老天还是没饶暑他 或许这真的是报应吧 或许凡事皆有因果 夜深 我依然辗转难眠 想着这几日发生的事情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 猪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汗口气 我打算睡去 突然发现房梁上 徐徐飘下一样东西 平稳地落在我的面前 借着月光看过去 我冒出一身冷汗 那是一只皮影 一只没腿没手的 人皮皮影 无头之神 第一集 十二岁开始 我接触这个古老又隐秘的行业 正规点说 我是一名风水地卖师 说难听点的呢 除了明着替人寻找墓葬 我们暗地里也做盗墓贼 行业里 家事已经是派中的上手 地下稀奇古怪的事儿 石庄里 他遇到过酒庄 我有三个师兄 都已经出师接活了 只剩我一个关门弟子 还陪在他的身边 十年来 茶水观沙 寻龙点血那一套 我基本上已经学会了 离出师上远 但勉强撑得住门面 师父呢 是个很怪的老头 钱是他唯一的爱好 他梦想着死钱 在乾陵给自己修一座大墓 今天店里来了两单生意 一单是替一个大人物的父亲 选葬职 开家横靠 财迷的师父亲自去了 一单是客人要求我们 帮着寻找一件东西 因为是一个可靠的中间人介绍 师父权衡之后 派我去面谈 地址很偏僻 是郊区的一家废弃的化工厂 我礼貌性地敲了敲门 厂房大门上的陈年铁锈 竟被我敲下来几块 一掉到地上 便碎成了粉末 门开了 院里有二十来个黑衣 黑墨镜的人 背着手站在两边的墙底下 整齐画衣 像是在站岗一般 气氛有些严肃 我开始紧张 下意识摸了摸袖口 藏着的尖刀 甚至怀疑他们 是不是骗人来 掏心挖身的 被带进厂里后 厂里一个巨大的坑里 竟摆满了几百颗头颅 那些头颅有大有小 而且有些头颅眼睛如手掌 看起来像怪异的外星人 这些死骨 有的腐烂成骷髅 有的缩水成腊肉一般 着实可不 共同点是每个头颅的额头 都被红色油漆 刷了一个粗大的红叉 意思似乎是说 这些头颅废弃 或无用 我环顾四周 室内有十来个刚来的人 其中两个我还认识 都是一个行业的 看来客人不止请了一个风水士 厂房内分三层 远处二层的高台上 端坐着一个人 那人身材极不寻常 足有平常人的两倍高 他黑衣黑帽 连脸上都围着黑布 我们在下边面面相觑 都摸不着头脑 一个穿着黑夹克的男人 微笑了出来 先和我们客套了几句 然后他抬头看向二层那个人 二层那个人似乎是他的老板 老板一挥手 他便转头和我们进入了正梯 你们可以叫我老楚 你们或者你们师傅的底细 我们公司都清楚 都算是各派系中比较优秀的人 那你们呢 是我们这一年请来的第六批人 先表示一下我的诚意 老楚挥了挥手 十个黑衣人端出十个箱子打开 里面各有一百万美金 老楚继续说 这算是见面礼也算是定金 事成之后五倍奖励 有人压抑不住好奇心 开口问道 如此厚礼必是难事 你们到底让我们做什么 老楚的脸上印着一个葵文 似乎是他们组织的记号 他缓缓道 你们需要去寻找一颗额头带有战斧印记的人头 我皱眉 没有线索怎么找 偌大的中国难道漫天撒网 老楚看向我 你师父没来 他另有要事 老楚继续说 大体地区是在甘肃和陕西 那里曾有一座很古老的山 名叫长阳 如今那沧海桑田 山体改道 大地平尘 确切点已经不可考 你们需要去很长的时间 慢慢地摸索 我们拒绝会怎么样 一个年轻人问 那个年轻人我认识 他出事一年 自小就是孤儿 老楚呵呵一笑 吃了指那堆人头 那上面 不仅有上一批人寻回来的废头 也有他们之中 不合作者的人头 你们那家人 我们已经盯住了 你们都跑不了 年轻人对老楚的威胁 并不在乎 轻横一声往外走 哼 没见过你们这种玩法 小妖我不奉陪了 他刚跨出门口 二层飞来一把巨斧 将他的头颅砍了下来 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我抬头看 是二层那个黑衣怪人所谓 老楚冷冷的 像他这样 没有家人的 那就直接杀本人 三百多米的距离 一极致命 现在我们基本可以确认 黑衣人不是人 我们见惯了血腥 可还是被吓到了 没有人再疑问 老楚吩咐 你们会区域划分 而且会给你们一块 沾了这颗头上血液的碎石 你们越靠近人头 欲就越亮 我回去的时候 发现门口附近 已经有黑衣人在盯着 看来老楚所言不佳 当天夜里 我一五一十地 向师父转述老楚的话 师父听完我的叙述 向来财迷的他 竟然没有看那一百万美金 却拿着老楚给我的 岁玉和战斧印记图 盯着看了很久 哎哟 这是上古图腾 这块玉 应该是当初沾了头颅上的血 才会发亮 他神色越来越凝重 最后跑到后院的书房 翻墙倒柜 找出一块落满灰尘的古书 我跟着他进去 刚拿起一本古山海经 要看一看 就被师父推出了书房了 师父关门看了整整一夜 我早起见他的时候 他血红的眼睛 翻着奇异的光 他欣喜道 哎孩子 这次的东西 我要亲自去找 你留下干店 有人找我 就说我出国去了 我道横不高 师父肯定不会让我去的 而且黑衣人 为了要个要挟 必须会让我留守 这样一来 我算是人质了 师父背着充足的工具 去了甘肃的山里 老楚不定时地派人来询问我进度 我也不定时地给师父打电话 以确保他还活着 这样的状态 失去了半年 半年后的一天 师父背着一个大口袋 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 一回来 他就把门狠狠地关上了 他衣衫破旧 胡子看起来很久没挂了 为了避免检查 回来的一路 他是搭车或者坐黑大巴回来的 既高者如神 师父在行业里 就像神一样 没有他拿不下的活 看他鲜洗的神色 我知道他肯定找到了 师父洗了个澡出来 把口袋一翻 翻出一个比一般人头大两三倍的头颅 这个头颅 我看不出来被埋了多少年了 但竟然没有腐坏 只是颜色变得很黑 可以看到五官很是威猛 额头上的战斧痕迹 十分的清晰 我高兴到 又能拿到五百万美金了 师父摇头 我看不止这么多呀 晚上我炒了几个菜 为师父接风 九过三巡 师父神秘地说道 你想不想一辈子 吃香的喝辣的 不用干这行 我点了点头 但凡发笔横财 都比干这个强啊 干的是脏活 出了事也不能报警 师父贤魅地笑道 师父喜欢赌命 你呢 我不知何意 只好不说话 师父道 我明天要和古神 做一场交易 如果赌赢了 咱们师徒俩 这辈子就不用筹钱了 神 我疑惑到 神存在吗 哪个神 师父摇了摇头 你还是不知道 那会好 今晚我要做个一模一样的假头 你把针头 先藏在暗室内 要敲诈 也不算 只是这样的机会太难得 可能几千年都没有人遇到过 师父搏一搏 师父起身 把那颗假头提起来说 明天九点 我去找老楚谈假钱 出门时告诉黑衣人 我找到了 让他们帮我抬假头 替你引开 如果十一点我还没有回来 那我就死了 你马上带着人头 去陕西的黄帝陵 那里他们暂时不敢去 我似懂非懂地点头答应 始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帮着师父连夜 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假头 第二天早上 师父准时出发了 我一上午都在胶着地等待 我不知道被卷入了 什么事情里面 十一点刚过 我心里已经 看来是真的出事了 我本想立刻去暗室 拿人头逃跑 没想到 老楚已经带人来了 我硬着头皮出门迎接 却看到老楚恭恭敬敬地 扶着他老板走了进来 老板的手里提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头 喉管还在滴着血 皮肉细丝沾着头发 我细看之下 才看出来是师父 恐惧涌上心头 我甚至来不及为师父的死悲伤 就被几个黑衣人给嫁了回来 老板太高 除了厂房那样的大门 估计哪里都进不去 他将人头扔在我脚下 师父的舌头伸出老肠 眼珠子突兀 几只苍蝇 在师父沾满血的脸上 飞舞缠乱 老楚是以屋外的人戒严 老板发声道 你师父太蠢 敢跟我讲条件 你把枕头交出来吧 我知道在里面 放心 我不是杀 合作就有生机 我愣了一会儿 始终不知道这个人的声音 是哪里发出来的 他虽然蒙着黑布 可说话的时候看出来 他的口鼻都没动 我们这行见过很多魔物 但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 想到师父昨晚说 要和神做交易 我便强加着恐惧 大胆着问 您 您是什么 那人似乎不觉得我很无理 闷闷地笑了一声大道 不完全是 被皇帝打败以后 我已经沉睡了将近五千年 去年你们修铁道 挖通了地脉 我才醒来 那老楚他们是 是我的使徒 我压抑着惊讶和恐惧 既然是神 为何还需要凡人寻找东西 我现在身体不完整 法力弱 需要恢复 也无法判断我的头到底在哪里 你们都是专业人士 以使徒会办事 我终于判断出他声音的方位 那个声音 来自于他的腹部 沉闷而浑厚 向四面扩散 像是一股看不见的力量 让人不知不觉的心生恐惧和警卫 我额头冷汗蹭蹭 想到了一个古老的传说 只是这个想法太过离奇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我问 无头之神 难道您是 老板闷声说 对 就是我 现在可以把头交给我了吧 那么 这无头之神 到底是谁呢 张大胆 和李大胆 第一集 在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边 人死之后 都讲究入土为安 而且死者为大 但凡后人有能力的 都要竭尽所能的 为其营造一番死后的哀容 最起码的一副棺材 还是必须的 然而早些年的时候 这农村是衣不避体 食不果腹的 大有人才 生活条件如此困苦的情况下 就算是一副最为廉价的薄木棺材 也常常有人倾家荡产 也买不起 而且就算有了棺材 你也总不能随随便便 挖个坑 巧眉生息的 给埋了吧 要知道 在咱们中国 葬礼的规矩最多了 什么排三排七 吹打超度 请客吃饭 流水溪等等 于是 就有很多穷苦人家 家里死了人 却办不起丧事 怎么办呢 只好先把死者装炼起来 然后到自己家地里 挖个浅坑 再把棺材放进去 埋上一半 上面用芦苇或玉米 接杆遮盖起来 等以后攒够了钱 再办丧事 而这种半露天的棺材 是不能称其为坟墓的 在我们老家农村 称之为秋子 在那个年月里 穷应该是一种 非常普遍的现象了 所以田间野地里 这种秋子 总是此去彼来 而且这种东西多了 也就滋生了 许许多多闹鬼的传闻 什么诈尸啊 走尸的传说比比皆是 于是白天还好说 而一到了晚上 这田间野地 成了一片阴森恐怖的 鬼域之地 话说 邻村有这么俩人 都属于那种 气冲牛斗 胆大包天 天不怕地不怕的清晰 一个姓李 外号李大胆 一个姓张 外号张大胆 这俩人呢 胆子都大 在这三里五村 是出了名的 而且正应了那句俗话 鱼找鱼 虾找虾 赖子砖找赖蛤蟆 或者用文雅点的词说呢 就是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总之 这俩人交情不错 然而年轻人嘛 争强好胜 在所难免 所以虽然是好朋友 却总是有些 互相不服气 这俩人呢 也没啥其他特长 于是总想着 在胆气上 争个高下 然而在这农村老家 放眼望去 却是一马平川 无际的平原 看不见什么大江大河 更没有原始森林 威额高山 这想找个显示胆气的地方 还真有点不容易 不过嘛 这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这俩人较劲较久了 竟慢慢盯上那些 散落在田野间的秋子 有一天 施逢村里 有人家里老人去世 和许多人家一样 家里人给老人置办好 棺材和兽衣等 基本物品以后 已经是一无所有 于是 只好邀请了 几位本家后生 帮忙把老人 抬到地里 先秋起来 等以后手头 宽松了再说 那时候呢 正是农闲的季节 用时下流行的话说 这张大胆和李大胆 哥俩 是闲得淡疼 正每天到处 瞎逛找乐子呢 这一天 俩人一起 去那家人 看人家庄恋老人 这庄里相亲的 未免也有些唏嘘 到了中午回到家 俩人 你拿着花生米 咸菜 我打点三酒 然后又约上一个 同样也咸得淡疼的外号 叫 心眼兜的 一把链子 这农村的俗语 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 开始 摇五喝六 大吹牛皮 说起来 这几个人的酒量 也都不算大 这二三两白酒 下了肚以后 已经是有点熏熏燃 我之所以了 整天在一起 玩的一把链子 也没有多少 新香话题可聊 于是三扯两扯 便扯到了 俩大胆 共同的心病上 到底谁的胆子 更大一些 然而这种事啊 只靠嘴皮子 是整不出个 所以然来的 这两人互相贬低 自我抬高了半天 只争的是 脸红脖子醋 就差一点就要动手了 也没个结果 这一边那个心眼都 现惯不精 也不管他俩 只顾自己 不停地往嘴中 就塞着花生米 这俩大胆争了半天 也没个结果 这低头一看 这碟子里的花生米 倒是见底了 再一抬头 这心眼都 正幸灾乐祸地 一边看着他俩坏笑呢 一边偷偷地 往这嘴巴里 塞着花生米 这俩人一肚子气 正没地方出呢 见状几乎是 异口同声的 打吼一声 你这死孩子 每次喝酒 你一分钱不出 吃起来倒是 也不客气 你他妈的 不是心眼多吗 赶紧赶紧 赶紧给俺俩出个主意 看看怎么才能 分出个公母 要不然别吃了 滚蛋 要说呀 这心眼兜的心眼啊 还真不慢 只见他眼珠子一转 马上胸有成猪 哎 这好吧 咱们村里啊 某某人他爹 不是刚刚死了 秋在地里了吗 你们俩都说自己胆子大 嗯 那这样吧 今天夜里 你们一个上半夜 一个下半夜 轮流去秋子上过夜 谁待的时间长 哎 就算谁胆子大 哎 你们看咋样 你们不是 想我白吃白喝吗 那这样 我也活出去了 给你俩当裁判 啊 就在村边上守着 看谁回来得早 这心眼兜的本意呢 原是让这俩愣小子 知难而退 哎 那自己呢 适合得也差不多了 也正好脱身 没想到啊 这俩像一对斗鸡似的 瞪大了眼睛 互相瞪了一会儿 竟然同时一拍桌子 好 就这么办了 这心眼都吓了一跳啊 心说 你俩人是疯了吗 这据老人的说法呢 刚刚死了不久的人 最容易出现 诈时走失的现象 是非常之凶的 不管咋说 这俩人都是自己 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真要是因为自己 这个馊主意出点啥事 那自己还不得背着 良心债过一辈子吗 再这说了 你说半夜三更不睡觉 跑到人家秋子上去打赌 这不是神经兵吗 这 再说最关键的一点 他瞄着 老子夜里还得陪着呢 想到这 这心眼都马上打起哈哈 一边启程一边说 好好好 你俩先商量着 我家里还有点事 先走了 没想到 那俩大胆也不傻 两人互相使了个眼色 忽然一边一个拉住他 然后同时伸出一个拳头 凑到他的眼前 转得嘎巴嘎巴响 你小子想溜 门都没有 主意是你出的 那就赔到底 要不然就 这心眼都立刻表现出一副 义愤填膺的模样 我跟你说 你俩死孩子 把俺当杀人了 主意是不是 俺出的都是小事 你说 你们俩可是俺最好的一把链子 到了这种时候 俺能拍屁股不管吗 不过这一宿不回家 俺总得回家说一声吧 你们放心 天一黑俺就回来 这话说的是义正言辞 有理有据 这俩大胆呢 倒也不好意思起来 一放手 这心眼都 就走了 不知道躲哪去了 转眼间 天就黑了下来 这俩大胆 这俩大胆见心眼都久等不来 也知道这小子肯定躲起来了 而且他有心藏起来 凭他俩这智商 肯定是找不到的 所以这俩人一合计 不等了 咱们俩比比就是 这张大胆年纪稍大 心眼子多 还知道这上半夜 田间路上 总会有个马行人 可以捎壮壮胆子 于是自告分影去了 这李大胆虽然也明白这一点 但既然赌的是胆子 虽然也不好计较这一点小事 也就爽快地答应了 这张大胆生怕李大胆反悔 还出门就走 一个人 就到了这秋子上去了 这农村田中的夜晚 可称不上万籁俱寂 田野见是风吹草动 许许多多奇怪的声音不识传来 这显得愈发阴森可不 张大胆也是第一次 守着一个死人独自过夜 刚开始的时候 未免这心里打鼓 然而转眼几个小时过去了 也没见什么特别的事发生 于是呢 也就渐渐地放松下来 那个时候呢 正是初秋 这北方的天气 昼夜温差极大 他出门的时候有点急 也没带什么衣服 随着这夜越来越深 天气呢 也就越来越冷了 最后他实在是有点受不了 四下学末一番 又没有其他可避寒的地方 于是把心一横 就把身边的棺材盖给掀开了 冲着里边的死人作了个衣 这嘴里边嘀咕道 大爷 您看这天太冷了 还也没地方躲 要不咱俩俩先挤挤 下半夜赶就回去了 装理相礼相亲的 您别怪呀 这说话伸手 把死人往边上挪挪 就钻进去了 这棺材里空间小 还真比外边暖和不少 张大胆刚开始还有点紧张 然而不一会儿困意来袭 竟然打起了瞌睡了 直到半夜 李大胆从家里赶来 他居然都不知道 这李大胆赶到秋子上 没见张大胆 心里倒是高兴 还心说这小子 肯定是害怕偷溜了 只要我能在这 坚持到天亮 就说明我的胆子比他大 以后看这小子 还怎么敢跟我争 这因为李大胆 是半夜赶来的 出门的时候呢 就穿上了厚衣服了 加上也有点心虚 所以呀 没仔细看身边的棺材 自然也不知道 这里面还藏着一个大活人呢 这时间长了 他也困了 就信手点了一支烟 叼在嘴上抽了起来 这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 棺材里睡得迷迷糊糊的张大胆 就闻到了烟味了 也望自己是在啥地方 也没看谁抽的 就懵懵懂懂的伸出手来 拍拍李大胆的肩膀说 兄弟 烟酒不分价 这个时候李大胆正犯迷糊呢 也没多想随手递出一支烟过去 张大胆接过烟 叼在嘴上 还说 兄弟 接个活 这李大胆从嘴上 把烟卷拿下来 正要递过去 正巧一阵冷风吹来 噓噓噓 这俩人同时打了个啰嗦 猛的就清醒过来了 要说这一下呀 可真是不轻 两人同时怪叫一声 几乎要吓得背过气去了 李大胆还好说 他在棺材外边 这个时候也顾不上 打什么土了 站起身撒牙子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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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 后边这张大胆可又惨了 他急忙慌的 爬出棺材要跑 却没想到 给棺材挂住了衣服 他也不敢回头 只顾着使劲挣脱 嘴里还不停地就让 大爷大爷 做小辈的不懂事 耽误了 你睡觉下次不敢了 请你饶了 然而这棺材呀 可听不到他说话 当然也不会自己放开他 最后张大胆一听命 将裤子撕了个大洞 一溜烟的就跑回家了 这天亮之后 张大胆和李大胆 同时就生了大病 直到半月之后才下了炕 从那之后呢 这俩大胆 再也没有吹过自己胆子大 一直到最后真相大白 他俩人呢 也没敢告诉别人 那天夜里的真实情况 因为说穿了更丢人 也没啥意思 排局 第一集 墙上的挂钟 指向了晚上九点四十五分 我停下了手头的工作 身子靠在沙发上 闭起了眼睛 果然 楼上又传来了吵闹声 和往常一样 吵得非常厉害 可我还是一点都没有听清楚 他们在吵的是什么 从搬到这儿来的第一天起 每天晚上楼上便吵个不停 好在时间并不长 一般持续十五分钟 到十点 十点一到 吵闹声戛然而止 我向小区物业反应过几次 他们却不以为然 时间长了 我也再没有提起 因为我渐渐地已经习惯了 一切又回归了瓶颈 我站起身来 给自己泡了一杯速溶咖啡 回到了电脑面前 这篇稿子我已经写了两天了 却总找不到感觉 电话响了 我拿起来一看 是杂志社的主编汪涛打过来的 小杰啊 你的稿子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苦笑了一下 轻轻地回答说 正在赶 那你快一点 一定要在十五号以前 交到我手上 放心吧 一定准时交稿 那边电话挂断了 我看了看日历 今天是九号 还有五六天的时间 应该还来得及 望着电脑上的几行字 我脑袋里一团浆糊 说实话 夜谭这个专栏 我已经写了两年了 如今却有点 将廊才进的感觉 朋友们都说 我是个另类 一个女孩子 却总是对那些恐怖灵异的事情感兴趣 她们不知道 我这也是为了生活呀 写作是我的理想 但真正让她们成为一个职业 对我来说却充满了艰辛 机缘巧合 两年以前 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 这家杂志社的主编找到了我 他说很欣赏我的文笔 让我接受夜谭这个专栏 我根本没有选择 对我来说 这是唯一的机会 虽然在那之前 我并没有过灵异故事的写作经验 但这难不倒我 很快我便进入了工作状态 慢慢地 我开始对那些恐怖和灵异的事情 开始着迷 最初的那种恐惧心理 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对于一个灵异专栏的作家来说 好奇心是很重要的 就像对于楼上发生的事情 我就很好奇 我甚至想过 哪天在他们吵得激烈的时候 上去看看 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最后 我还是忍住了 我不能够让我的职业 影响了我的生活 更不希望身边的邻居 把我看成一个疯子 毕竟生活中 哪会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呢 况且 这也是别人的隐私 我的双手在电脑键盘上 轻轻地敲着 终于找到了一点感觉 咚咚 有人敲门 快十二点了 他会是谁呢 打开门 一个陌生男人 站在我的面前 大约三十岁 脸色苍白 看上去很是憔悴 他穿着一套灰色的西装 皱巴巴的 白色的衬衣领口敞着 脚上却是一双人字托 他的双手放在前面 不停地揉搓着 眼睛虽然看着我 却有些闪烁 我突然有些后悔了 不应该这样贸然地把门打开 我的声音微微有些发抖 你 你 找谁 男人摇了摇唇 轻轻地说道 我 我不是坏人 我 我住在楼上 他好像也很紧张 我当然不会这样轻易地 相信他的话的 我警惕地望着他 等待着他的下问 我的钥匙忘带了 老婆出去打牌 还没有回来 我能不能 借你电话用用 男人有些局促地说道 我迟疑了半分钟 最后还是把他让进了屋里 我指了指沙发上的电话说道 电话在那里 你打吧 我知道 我之所以会这样大胆地让他进来 更多的是好奇心地作祟 他并没有在沙发上坐下 而是蹲在旁边开始拨号 他的眼睛不时地望向我 我能感觉到他的不安 我对他淡淡地笑了笑 见我望向他 他忙地低下了头 电话好像拨通了 他对了电话说道 老婆 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的声音很温柔 神情也很专注 可突然他的声音提高了不少 你怎么又这样 这个家 你还要不要了 我皱起了眉头 我皱起了眉头 这时他正好忘见了我 见我神情不悦 他捂着话筒 对我歉意地笑了笑 老婆 老婆 我是借人家电话打的 你快回来吧 什么 你到底什么意思 好容易控制住的情绪 我对他 我对他下了逐客令 他点了点头走到了门边 打开门 谢谢你 刚才真的不好意思 说完他就走出了门了 我有些失望 我原本以为楼上发生的一切 会是一个很诡异七晚的故事 而现在看起来 却只是琐事 这也难怪 生活原本更多的只是平淡 我望向电话 发现并没有挂好 便走了过去 拿起听筒 准备把它重新挂上 可手指却不小心地 按到了重波上 我愣住了 听筒里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后背感觉到丝丝的凉意 放下电话我走到门边 想去找那个男人问个究竟 可我发现 我根本没有勇气把门打开 我没有再回到电脑前面 而是进了卧室 躺在床上 闭上眼睛 男人的样子又浮现出来 耳边仿佛又听到 他讲电话的声音 我是被一阵敲门声吵醒的 睁开眼的时候 天已经大亮了 看看时间 早上九点多钟 我迷迷糊糊地 跳下床去开门 走过客厅的时候 看到茶几上的电话 心里一颤 不由地又想到了 昨天晚上的事 急促地敲门声让我有些害怕 但我还是走到了门边 打开了门 许臣微笑地说 怎么那么久啊 还在睡呢 看我给你带来了豆浆和油条 见到是许臣 我才松了一口气 你先坐一会儿 我去洗脸刷牙 说实话 我并不喜欢许臣 但是我挺佩服他这种 欠而不舍的精神 被我拒绝了不下五次了 他却总是没事人一般 或有些屡败屡战的意思 用他的话说 只要我一天没嫁人 他就还有机会 我真的被他打败了 吃着他送来的早餐 我问道 今天没去上班吗 他微笑地说道 我今天休息 猜到你一定还没有吃早餐 我就给你送来了 我看了他一眼 你怎么老实休息啊 他回答 才办完一桩案子 对礼让我放假两天 接着他又问 看你的精神很差呀 昨晚又熬夜了 我摇了摇头 没有 就是睡不着 许晨递过来一张餐巾纸 怎么了 还是为了稿子 也不是 昨天晚上 我遇到了一件怪事 接着 我便把昨天晚上 发生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许晨听得很是认真 偶尔还皱起了眉头 我说完以后 许晨问道 你当时就没有想过上楼去看看吗 没有 我不敢 我还以为你真是胆子很大呢 我白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许晨说道 这会不会是你的幻觉呀 小姐 我想你这段时间 或许是太累了 我就问他 怎么可 算了 我和你说了 许晨见我有些生气 忙说道 要不这样啊 这两天我正好休息 就在这陪你吧 我们一起把这件事情 查个水落石出 我才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呢 单单地说道 不用了 我能够应付 许晨苦笑着说道 好吧 既然你不同意 那就算了 不过啊 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 一定要马上给我打电话 我会立即赶过来的 我点了点头 我会的 好了 一会儿我还要出门 你先回去吧 许晨站了起来 好 那我先走了啊 记得 有什么事情 一定要通知我 龙小姐 我们都说过好几次了 你楼上根本就没有住人吗 物馆处的老陈 放下手中的报纸 望着我说道 我说 怎么可能呢 这几天晚上我可都是听到楼上的动静的 老陈皱着眉头 好吧 我们再去走一趟 他好像很不耐烦的样子 老陈带着保安小罗 和我一起到我楼上那家人们前 小罗用力地敲了敲门 可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老陈对我说 怎么样 话说了 没有人吧 我咬了咬嘴唇 可 晚上我明明听到有动静的 而且 我还没有说完 老陈便挥了挥手 哎呀 这样吧 今天晚上我安排小罗和小江再来一趟 不过 如果还是没人 以后啊 你可别再来烦我们了 听到他的话 我生气地说 老陈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是说我无理取闹吗 老陈说 哎呀 龙小姐呀 我们不是已经很配合你了吗 你也看到了 我们几次来都没有找到人 我真的怀疑你是不是没事找事啊 还见我脸色不善 便又说道 啊 好了好了 不管怎么样 该做的我们也都做了 还是那句话 如果今天晚上还是没有人 以后请你别再给我们添麻烦了 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好吧 晚上九点半 你们到我家来 晚上九点半 小罗和小江准时到了我家 我把他们让到了沙发上坐下 给他们倒了两杯水 先坐一下吧 一会儿你们应该就能听到了 两人也不说话 静静地在客厅里坐着 过了一会儿 我看着墙上的挂钟 九点四十四分 我的心情有些激动 马上楼上该有动静了 可是一直到了十点钟 却没有听到任何的动静 我站起来 哎 怎么会这样 明明每天晚上这个时候 楼上都会闹出大动静的 我忘了小罗和小江那嘲笑的目光 心里一急 还相信我 我说的是真的呀 小罗说道 龙小姐 这样吧 我们再一起上去看看 我点了点头 在两人的陪同下 到了楼上 小罗用力地敲了敲门 敲了很长时间 却没有任何反应 从猫眼里望过去 里面黑乎乎的 应该真的没有人 我没有再坚持 黯然地走下楼梯 小罗在身后说道 龙小姐 这件事情 你看 她的意思我哪里会不知道 我淡淡地说道 放心吧 我不会再麻烦你们了 我颓然地坐在沙发上 手机响了 是许晨 我默然地说道 喂 有什么事 许晨说 没什么 就是有些担心你 听到她这么说 我得心里有些暖暖的 我说 放心吧 我没事 是的 今天晚上 竟然没有听到楼上的任何动静 为什么会这样呢 许晨见我一直没有说话 她轻轻叫道 小杰 小杰 我漠然惊醒 我没事 你早点休息吧 我还有工作 说完我便挂断了电话 重新坐到电脑前 把那一小段文字给删了 然后轻轻地敲打键盘 写下了一个标题 七楼鬼市 我把楼上发生的怪事 全部记录下来 当然包括了昨天晚上 那个男人接电话的事情 护士并不完整 我泡了一杯咖啡 坐到沙发上 闭着眼睛 设想故事的结局 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很有意思 至少是经历的故事 我就已经被这个诡异的事情 给深深地吸引了 当然 我也因其诡异 而感到恐惧 我突然又有些渴望 希望再见到那个男人 或许答案就在那个男人的身上 接下来两个晚上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我也开始怀疑 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发生过 虽然我每天都会坐在电脑面前 但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咖啡倒是喝了不少 甚至还学会了抽烟 小姐 你这是怎么了 许晨像是不认识我了一样 我看了他一眼 你来不会就是想教训我的吧 许晨摇了摇头 我只是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要不你出去散散心吧 或许你是真的累了 该好好休息休息 直到现在 他都还是不相信我的话 也不怪他 如果换作是我 我也会怀疑的 我看了看墙上的钟 九点了 我对许晨说 时间不早了 你回去吧 我也要工作了 许晨说道 让我再陪你一会儿吧 就一会儿 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关切 我淡淡地笑了下 好吧 我再给你泡杯咖啡吧 他说道 还是给我来杯茶吧 把茶递给许晨 我们就这样坐着 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主要是我的兴致不高 许晨倒不以为然 他说着一些他的趣事 想逗我开心 偶尔我也配合他笑笑 我知道他一定看得出 我的笑容并不真实 突然 楼上又传来了吵闹的声音 许晨的话也挺了下来 他望着我 脸上有些错愕 看来他也听到了 我苦笑地说 这下你该相信我的话了吧 许晨点了点头站起来 迅速冲到门边 打开门向楼上跑去 我愣了一下 紧跟着也跑了上去 许晨用力地锤打着门 却一点反应也没有 和那晚唯一不同的是 这次猫眼里面 好像透着光亮 我轻轻地说道 屋里应该是有人的 许晨停止了敲门 回头望着我 送了总监 可他不开门 我也没办法呀 算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我们才刚转过身 那声音便停止了 我看了看时间 是点正 我忙回过头去 猫眼里的那一点光亮 也没有了 许晨见我又停了下来 他靠向我 要不要再试试 我没有说话 许晨又用力地敲了几下 还是没动静 最后我们只得放弃了 回到屋里 在客厅座下 我拿起茶几上的香烟 递了一支给许晨 他没有说话接了过去 我自己也点上一支 每天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开始 到十点结束 时间不长 但几乎从未间断过 直到前天晚上 我和物业的人去看了以后 这声音才消停了两天 今天又来了 许晨吐了一个圆圆的烟圈 这件事情很奇怪啊 要不你还是让我在这里 陪你两个晚上吧 我看了他一眼 算了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你还是回去吧 不用陪我 许晨见我态度坚决 只得说道 那好吧 有什么问题 记得马上给我打电话 许晨走了 我歪在沙发上 呆呆地坐着 有人敲门 我飞快地走到门边 把门打开 对不起 又来打扰你了 门外站的 竟然是那个男人 还是那一身装扮 白衬衣的领口 袖口已经乌黑 他仍旧揉搓着双手 紧张局促 脸上挂着歉意的微笑 我轻轻地问道 你不会又来接电话的吧 他先是一愣 然后摇了摇头 老婆出去打牌了 她没带钥匙 我有点急事要去办 所以我想把钥匙 暂时放在你这里 她回来了 来你这里拿 说完她看着我 目光流露出恳切 我问道 她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我怕她回来太晚 我已经睡了 从内心来讲 我并不想帮她 她把钥匙递过来 她肯定不会玩太晚的 我茫然地接过 她手中的钥匙 她脸上露出了笑容 谢谢 太谢谢了 那我去办事了 她没等我说什么 帮我带上了门 然后我就听到 她下楼的脚步声了 握着她交给我的钥匙 我心竟然有些慌乱 心里不停地涌出一个念头 上楼去 打开她家的门 去看个究竟 这个念头 虽然只在我心头一闪而过 可却把我吓了一跳 说来也奇怪 两次见到这个男人 我竟然没有想 把一切问个清清楚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决定一会儿 要是见到她的老婆 一定要和她好好谈谈 女人和女人 应该要好说话一些 我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等那个男人的老婆 回来拿钥匙 可是一直等到了凌晨一点 男人的老婆都没有回来 我望着茶几上那把钥匙 我有些后悔了 早知道她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我应该悄悄地溜去查看一番 这样的想法越来越激烈 我的心跳加速 手不自觉地伸向了茶几上的钥匙 拿着钥匙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站起身来 轻轻地走到门边 打开门 轻轻地向楼上走去 我没有关上自己的房门 让门开着 我觉得心里踏实 就像是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虽然我也带上了自己家的钥匙 昏暗的白尺灯 在楼道里闪烁着 走几步 我便停下来静静地聆听 男人的老婆 会不会这个时候回来呢 回头看了看 从自己家里透出来的灯光 我开始有些想打退堂鼓了 最终好奇心战胜了恐惧 我还是站在了男人家的门前 拿着他给我的钥匙 正准备把门打开 想了想 还是用力敲了敲门 敲了一会儿没有反应 我颤抖着 把钥匙插入了钥匙孔里 我有一种做贼的感觉 这种感觉让我有些兴奋 有些刺激 也有些恐慌 钥匙插进去了 可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或许是我太紧张了 深呼吸了一下 然后再一次尝试把门打开 还是失败了 我把钥匙取了出来 颓然地回到家里 关上门 坐在沙发上 为什么打不开那道门的 男人明明告诉我 这是他家大门的钥匙啊 想来想去 就只有一种答案 这把钥匙 根本就不是开那道门的 我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明明上次男人就在自己面前演戏 这一次 我竟然又相信了他的话 不过我更加好奇了 这个男人到底是想要干什么呢 他既然把钥匙放在我这儿 而他的老婆又没有来娶 我想他一定会再来的 到时候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给弄个明白 今天是主编给我的最后期限 我花了整整一天 终于凑了篇稿子交了 他自然看得出我纯粹是应付差事 他打电话来把我臭骂了一通 不过在我信誓旦旦地保证 下不为力以后 他还是放过了我 许晨在沙发上看电视 自从昨天他听说了 关于钥匙的怪事以后 执意要留下来 我劝不住他 就任由他了 听到我和主编的对话 还笑道 如果你把你遇到的怪事 告诉那老头 他一定会感兴趣的 我苦笑着说 他也许会让我去看心理医生 你当时不也是这样劝我的吗 许晨说道 这很正常啊 因为你的精力 已经超过了普通人的认知范围 晚饭是许晨硬拉着我 到小区外面的餐馆吃的 吃完晚饭天已经黑了 我们在小区里散了一块布 才回到屋里 许晨说 小姐 我想再上去看看 我说道 你今天一天不知道上去 敲了多少次门了 还不死心呢 刚才在院子里 已经看到了 他家里没有亮灯 应该是没认住的 许晨说 我想去 见见早上那个老阿姨 我疑惑地问 你想做什么 许晨说 你想想啊 每天晚上 你都能听到楼上的吵闹声 作为他们的邻居 难道他们会听不见吗 他们莫非就不觉得奇怪吗 我还真没想到这个问题 许晨说 走吧 去问个究竟 说着 他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 就拉着我上了楼了 敲了几下 门开了 正是早上那个女人 她警惕地望着我们 怎么是你们呢 许晨笑道 阿姨 我们想找你打听件事情 女人半掩着门问道 什么事啊 许晨问道 我们是楼下的住户 最近每天晚上都听到楼上有吵闹的声音 应该是从他们家传来的 说着 许晨指了指那个男人的家门 很影响我们休息的 我们想和他说说 但却一直没见到人 您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在家吗 女人阴沉着脸 不知道 说完便准备关门了 许晨伸手拦住 阿姨 那如果你见到他们 能否帮忙转告一下 女人淡淡地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你说的吵闹声 说完以后 就用力地关上了门了 回到家里 许晨关上门 坐在了沙发上 然后自言自语地说 他为什么说 从来没有听到过吵闹的声音呢 我说 老人家的听力相对要差些 那个女人我见过 偶尔在小区里看到她 扶着个老头散步 如果只是两个老人住在这里 他们听不到隔壁的动静 也很正常 许晨摇了摇头 不应该啊 早上我用力地拍门 虽然动静很大 但是她住在隔壁 又隔着防盗门 不是也听见了吗 我递给她一听可乐 你是说她在撒谎 许晨点了点头 你没发现 她看我们的眼神不对劲吗 很不友善 充满了警惕 但又隐隐地有些恐惧 我淡淡地笑了笑 许晨 你是不是职业病犯了 看谁都有嫌疑 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也许吧 九点半钟了 许晨望着墙上的挂钟 轻声说道 还有十五分钟 我没有说话 静静地等待着 已经过了十点钟了 楼上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我望着许晨 许晨望着我 两人半天都没有说话 手机灵打破了沉静 许晨掏出手机 喂 我是许晨 接着她的脸色变得严肃 好的对着 我马上过来 嗯 半个小时以后到 我忙问到 你要走 许晨不好意思地说 有个案子 我得马上走 我说 你去吧 工作要紧 许晨交代 我不在的时候 千万不要再开门了 任何人敲门都别开 什么事情 及时给我打电话 许晨走了以后 我感觉到心烦意乱 我觉得今天晚上 一定会有事情发生的 我有些坐立不安 眼睛总是有意无意的 小象茶几上那把钥匙 那个男人 今晚会不会来 把他拿走呢 他如果来了 我一定要当面问问他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我竟然又睡着了 敲门声又次响了起来 我一下子惊醒 是他 一定是他了 楼上那个男人 我站起身来 顺手拿起了茶几上的钥匙 跑到门口 打开门 果然是那个男人 对不起 我又来麻烦你了 男人红着脸 有些尴尬的笑道 我把钥匙递给他 进来吧 他摇了摇头 布兰 你有时间吗 他想干什么 难道他不知道 现在是已经凌晨一点了吗 我淡淡地说道 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 虽然我的脸上波澜不惊 可我的心里 确实十分紧张的 他说 我想请你到我家里坐坐 帮我劝劝我老婆 他搓着双手 我知道很唐突 不过还是希望 你能够答应我 帮我劝劝他 少去打一些牌 别总是那么晚回家 我苦笑道 他会听我的吗 男人说 你们都是女人 沟通起来 应该会容易一些 我总觉得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却还不及细想 他激动地说道 你就帮帮我 把拜托了 我答应了他 我让他先回家 我换件衣服就上去 关了门 我拨通了 许臣的手机 可提示他不在服务区 我给他发了条短信 把大致情况说了一下 换好衣服 关上门 我便向楼上走去 我敲了敲门 发现门没有关 只是虚掩着 我轻轻地把门推开 屋里漆黑一片 怎么不开灯呢 这样的气氛 让我感到恐惧 仿佛是我若干 小说中的场景一般 我轻轻地叫道 有人吗 没有人回应我 我往里走了几步 喂 有人在家吗 光的一声 把我吓了一跳 但我马上反应过来 是身后的防盗门 已经关上 我连忙后退了几步 想把它打开 可不管我怎么使劲 它却纹丝不动 我开始感到了深深的恐惧 我有些后悔 没有听许臣的话 让好奇心驱使着 让自己陷入了困境 龙小姐 男人的声音 从客厅的方向传来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听到他的声音 反而使我恐惧更深 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 客厅里的窗户边上 有一个模糊的人影 是他 我伸手在墙壁上摸索着 找到了电灯开关 奔了两下 灯没亮 对不起 网交电废了 电给停掉了 男人这样说着 他的声音变得低沉而冰冷 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 我说的 就不能点着蜡烛吗 你不会让客人 第一次登门 就在黑暗中摸索吧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 显得平静 以掩饰内心的恐惧 终于 男人点了一支蜡烛 借着微弱的烛光 我走到了沙发前 男人示意我坐下 我坐下以后问道 你不是让我来劝你老婆的吗 他人呢 男人露出一个笑容 他闹了一会儿 睡着了 你等一下吧 我的心里的怒火 蹭一下就生了起来 感觉到自己又一次被他愚弄了 我说道 既然这样 我就先回去了 有时间再说吧 我站起身来 往门边走去 男人却说道 就这样走了 他的话让我停下脚步 我突然想到了我自己来的目的 要把事情搞清楚 我不能这样离开 背对着他 我悄悄地看了一眼手机 许臣没有回信息 或许他还没有看到吧 此刻我真的希望他能陪在我的身边 让我不那么害怕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转过身去 回到沙发上坐下 静静地望着这个男人 他的脸在摇曳的烛光里 显得有些猙獰 他的眼神让我很不舒服 很邪恶 我不敢注视他的眼睛 忙望向一边 想想很荒唐 凌晨一点多钟 坐在一个陌生男人的客厅里 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轻轻地说道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但我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一次一次地 在我的面前撒谎 为什么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站了起来 别着急 你会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跟我来吧 说完 他拿起茶几上的蜡烛 往卧室走去 我也站了起来 但是我没有动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跟着过去 我有一种想要逃跑的冲动 他在卧室门口站住 转身对我说 来吧 你不是一直对我和我的家人很好奇吗 怎么 感谢了 他说中了我的心思 同时也激怒了我 我几步走到他的面前 他淡淡地笑了笑 推开了卧室的门 卧室里没有床 却有一台麻将机 麻将机的旁边有四张椅子 坐着三个人正在打麻将 不 是三座石膏像 如果只看轮廓 倒也徐徐如生 我愣住了 看了看男人 他木然地问 龙小姐会打麻将吗 他再一次叫我龙小姐 我忍不住问他 你怎么知道我姓龙 他淡淡地说道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会打麻将吗 对上他的眼睛 我感觉大脑一片模糊 我点了点头 他走到麻将桌前 把蜡烛放在了桌子中间 然后指了指空着的那张椅子 坐下来 陪我老婆打一圈 说完他便走到一个石膏像的后面 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温柔地说 老婆 你的牌搭子终于凑齐了 疯子 这人一定是个疯子 我感到后背发凉 转身就要跑 我必须离开车里 我听到他追上来的声音 接着 他扯住了我的头发 我忍不住的那种疼痛 停下了脚步 他放开我的头发 一只手扣在我的左腕 不辞而别 你不觉得自己可没有礼貌吗 我大声地叫他 放开我 你这个疯子 他说道 来吧 排局就要开始了 他把我拖到了卧室 关上了卧室的门 接着 将我摁到了椅子上 用一根拇指粗的绳子 紧紧地把我捆住 我无力地挣扎着 咒骂着 绑好后他拍了拍手 老婆 你们可以开始了 说完他打开卧室门 走了出去 我听到他进了另一个房间 好像在找些什么 闹出了一些响动 几分钟后 他抬了一个人形的模子过来 放下以后就出去了 接着 他又好几次搬来一些东西 然后宁笑地对我说 龙小姐 别害怕 很快你就和他们一样了 放心 我会把你做得很美 我想你一定不知道吧 我在美院 可是 叫雕塑的 我心里一领 看样子 他是准备把我做成石膏像 莫非 我望向了麻将桌旁边的 三个石膏像 男人一边忙活着一边说道 不用看了 他们是我老婆 和他的两个牌友 我的心沉了下来 感到无比的绝望 我颤声问道 你杀了他们 男人抬头望了我一眼 不 我没有杀人 我只是用我的方式 让他们永生 这样不好吗 他们喜欢打牌 我就让他们永远地 坐在麻将桌上 永远 我激动地叫道 可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他放下了手中的活迹 走到我的身边 当然有关系了 你还记得你曾经在夜谭里写的一个故事吗 蜡像人 如果不是受到你的启发 我还真想不出这样的办法 所以我必须要谢谢你 不过 除了帮助你永生以外 我还真没有能够怎么筹谢你呢 蜡像人 是我写的一个短篇小说 说的是一个男人深爱着自己的妻子 可妻子却患了绝症 因为爱情 男人在妻子死后 把他的尸体做成了蜡像放在家里 一直陪伴着他 直到男人去世的时候 人们才发现这个秘密 我望着眼前的男人 我没想到我的一篇小说 会让他如此丧心病狂 我说道 蜡像人写的是美丽的爱情 而你呢 你却在谋杀 你这个疯子杀人犯 他冷冷地看着我 没有说话 把我从椅子上抱下来 轻轻地放进了拇子里 我大声呼救 大声咒骂 他的眼睛里露出凶光 对准我的头 狠狠地打了一拳 我晕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我躺在自己的床上 许臣微笑地看着我 你终于醒了 我一下子坐起来 快 那个男人 他是个疯子 他杀了自己的老婆和两个女人 许臣拉住我的手 别激动 他已经被抓住了 我问他 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 许臣说 你先躺下 我慢慢地告诉你一切 其实呢 事情并不复杂 男人是省美院的美术老师 因为妻子痴迷麻将 两人经常闹得不可开交 他的妻子却依然我行我素 在排局上 输掉了男人的大部分家产 甚至输掉男人一直真爱的作品 他发誓要报复 要把那些人全部杀死 包括他的妻子 可惜当时他和老婆一起打牌的另外一个人 后因为车祸死了 所以卧室里的牌桌始终是三缺一 他老婆本来就是家庭主妇 除了这几个牌搭子 认识的人并不多 为了掩饰他的杀人罪行 他便常常自导自演夫妻间的争吵 本来不会有人在意这夫妻间的吵闹 况且每次的时间并不长 可没想到我却当真了 我去找了物馆 第一次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第二次 他开始重视起来 觉得我是个麻烦 于是便开始设下圈套 引我上钩 当他听到我是夜谭的专栏作家的时候 便利用了我的职业性的好奇心 一步一步地将我引进了陷阱之中 不过有一点 他说了实话 他还真的是我的忠实读者 他几乎看了我在夜谭的每一篇文章 许臣握着我的手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我告诉过你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别开门 我歉意地笑了笑 许臣说 接到你短信的时候 我就带人赶了过来 还好 他只是把你倒进了模具里 如果他先杀了你 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我轻轻地说着 许臣 谢谢你 他笑了笑 怎么信 与臣相许 我称当 想得美 说完我笑了起来 许臣说 人都差点死掉了 你竟然还笑得出来 我说道 看来下一期的夜谭 我可以提前交稿了 许臣走后 我用了一整天的时间 写下了死亡排局 认真地修改了两遍 满意地伸了个懒腰 可就在这个时候 楼上又响起了吵闹的声音 我抬头看了看挂钟 九点四十五分 我的心就一下子沉了下去 鼓起勇气 轻轻地摸上楼去 发现那间屋子虚掩着 屋里幽暗的烛火 从门缝里透出来 我看到一张满是皱纹的脸 是那个老女人 她不是住在隔壁吗 她苍白的脸上露出了 猙獰的笑容 轻轻地向我招手 一个冰冷的声音 仿佛从地狱里传了出来 来呀 三缺一 坟头草 我叫做阿凡 不过呢 我的人生注定不平凡 因为我是乡村守牧人 乡村守牧人 这是一个濒临灭绝的职业 随着现代化社会进步 城里实行火化制度 加上人口密度 扬起重 冤假错案少 自然不需要守牧人了 不过在信息闭塞 交通不便落后的铁桥村里 乡村守牧人 却真真实实地存在 可以这样和大家说 到今天为止 不少的乡村 还在实行土葬制度 老祖宗始终认为 人去世以后 就该入土为安 用我们乡村守牧人的话来说 土葬始终比火葬好 前者吸收天地灵气80% 后者只能吸收30%40% 若是祖先葬得好 牧学好 有利于后人 自然会待望后人 让后人风生水起 这其中的乡村守牧人的作用很大 举个例子 前些日子下了一场鲍鱼 刘大爷的墓穴他方 幸亏我们乡村守牧人及时补救 刘大爷的墓穴才没有被淹没 不然亡魂得不到安宁 对后人也不好 守牧人是一个辛苦的职业 不过好在油水多 回宝快 我虽然年纪不大 却深得爷爷的真传 爷爷去世以后 整个乡村里就我一个守牧人 前面说了 这是一个快要濒临灭绝的职业 也害怕这项职业失传 加上我真的忙不过来 我收了一个徒弟 叫刘晓宁 这天我和晓宁守着赵大爷的坟墓 当天正值下午两点钟 烈日交扬 非常的炎热 凑巧隔壁的王寡妇刚好下葬 她的儿子王刚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让我过去守牧 我看正值下午 这清天白智的 也不会搞出什么名堂 对徒弟小宁说 小宁 你把赵大爷的墓守好了啊 我去隔壁村一趟 小宁一看 自己有单独表现的机会 一跺脚 朝我敬了一个礼 师父你放心 有我在没问题 守牧这个职业 开始的时候最为辛苦 因为要手足七七四十九天 过了七七四十九天以后 每个月去两三趟就行了 客户也只要每个月 准时把钱打入我的账户就OK了 赵大爷还有一天 就满了七七四十九天了 我也因此松懈下来 谁知道 刘晓宁竟然给我捅出了个篓子 我一走后 刘晓宁来回在墓地四周躲步 也觉得百般无聊 又看着坟头上 长出了几尺深的野草 皱了皱眉 自言自语说 这野草把墓碑都给挡住了 看我把草都除了 回头师父看见了 一定会夸奖我的 刘晓宁倒是一个手脚勤派的人 不过有时候往往做得多 错得也多 他把坟头的野草连根拔起 忙了大半个下午 直到太阳落山以后 才把坟头的草给除干净了 当他看着光秃秃的坟头 十分的满足 插着腰咧嘴一笑 还顺带地发了一个朋友圈 只有四个字 草已出安 守木人一般在坟地上 搭建好一个帐篷 这里的火炉和食物 都是应有尽有 倒也饿不着 刘晓宁简单地吃过晚饭以后 累极了 躺在帐篷里睡了一会儿 兴许是他太累了 躺下以后竟然睡到了午夜时分 午夜坟地上有些潮湿 因为坟地上本就鼠阴 还伴随着野草 有特殊的酸腐味 这时候 月光透过茂密的树枝 投射到坟头上 四周黑漆漆的 只有枝头上 眼睛瞪得溜圆的猫头鹰 在午夜里 凝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还有刘晓宁 粗重的枯鲁声 寂静的月色下 一切显得那么诡异 偶尔还有硕大的青蛙 从坟后跳出来 呱呱地乱叫着 不过 这对刘晓宁来说 她早已习惯了 当晚王寡妇那边 下葬似乎没那么顺利 风水先生和王寡妇的儿子 似乎商量了什么 看来今天多半不能下葬了 也就没我什么事了 显然无聊 我打开微信 先刷朋友圈 当我看到刘晓宁发的四个字的朋友圈 心里咯噔一下 那小子不会把坟头的草都给除了吧 要知道坟头草也叫仙草 用我们的话来说 叫做鬼草 而且有个大忌 坟头草千万不能拔 你想啊 人死属阴 实际上跟鬼是一样的 鬼惧怕阳光烈日 要藏在伞里才能出去 这坟地里的尸体也是一样的 坟头草就起了折阴碧阳的作用 让死者有安身之地 俗话说得好 人有人气 地有地气 你把草都除了 那不是拆了人家的房顶吗 这可是要出大事的 当往我急急地赶回村里 当我快到赵大爷的坟地的时候 我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 糟了 出事了 我额头上出了一层喜汗 在奔跑的过程中 后背的衣服和皮肤紧紧贴合 后脊上一股冰凉刺骨的感觉 瞬间吸变了我的全身 当我赶到目的以后 只见刘晓明双脚翘起 双手死死掐着自己的脖子 双眼泛白 发出了鬼里鬼气的尖叫 我光是听到这个声音 就觉得毛骨悚然 不用说 刘晓明把刘大爷分头的草 当晚就被鬼崖床了 这刘大爷也真是的 一上来就掐人脖子 看来是要他的小命啊 我从坡上直接跳了下来 胯部直接冲了过来 奔跑中 我咬破中指 把鲜血点在刘晓明的眉心上 双手不断掐指 爆破的声音喊道 邪魔拒退 我的声音很具有穿透力 加上我的童子血 当真起了作用 只见一个没有双腿的黑影 从刘晓明身上弹开 直接朝着坟头进去了 黑影不用说 自然是刘大爷的鬼魂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刘晓明并不是鬼压床 而是比鬼压床更严重了好几倍 他被上身了 师父 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到刘大爷要掐死我 刘晓明发出了剧烈的咳嗽 腾得一下从地上爬起来 双眼中充满了恐惧 我恨恨地瞪了他一眼 你不是做梦 刚才你被刘大爷的鬼魂上身了 啊 我这才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他 也怪我没有跟他说清楚 这才出了这档子事 不过还好我来得及时 这才制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事后我让刘晓明 给刘大爷上了三炷香 又烧了不少纸钱 还在坟头上给他赔了罪 不过这事还没完 我还得为他擦屁股 我找了一些青草种子 撒在坟头上 不出几天 坟头上就长出了 郁郁青青的青草 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刘大爷的事情也告一段落 我带着徒弟刘晓明 去了隔壁的红杏村 当天大家正准备 给王寡妇盒棺材 要知道这王寡妇不是个善茬 生前就爱挑拨离间 搬弄是非 又加上行为不检点 最后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 竟然在自己家里上吊了 上吊而死的人 叫做凶死 虽然倒是为他超度了 不过我还是好奇地 朝官内看了一眼 我的妈呀 这王寡妇长相丑陋 脸上涂着厚厚的粉底 嘴角微微向上 好像在笑一般 让人心里发毛 给他守墓 怕是也不容易 搞不好会出乱子的 但是没办法 谁叫我是这里唯一的守墓人呢 希望这件事情 也能顺利地解决吧 吃净高 第一集 话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冬夜 是月黑风高 四野寂静 李三 赵四 王武 这仨人呢 相聚在中条山的一座古庙前 此处山壁陡峭 是树高林密 王武 长得五大三粗的 平日里争强好胜 好吹牛 打了个寒阵 搓了搓手 剁了剁脚脚 哎呦 这这么晚了 大冷的天 你们把我叫到这荒山野岭来干什么呀 老婆还得热杯窝里等着我呢 这赵四儿呢 长相斯文 自称是智多星 故作深沉 是笑而不语 这李三 长得是贼眉鼠眼 平日里最好作弄人 只见他干笑一声 嘿嘿嘿 王铁打 你不是经常在村里吹嘘说 你不信鬼不信神 天不怕地不怕 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吗 王武打了个哈欠 吴京打财 哎呀 你们这两个二杆子 这么晚了把我叫到这儿来 就是为了这鸟事啊 是不是延迟多了 闲得慌呢 听到王武这话呀 赵四儿 搓了搓 动红的耳朵 咳嗽一声 似笑非笑的 就对王武说 哎呀 哎 冬天农闲 夜正常 展现本令 好时光 迷恋娇妻不丈夫 敢做敢为 那才是真英雄啊 这王武原本想着回家睡觉 可是被赵四儿这话一击 一拍脑袋 对呀 这大丈夫怎么能贪恋 夫妻之乐呢 而在朋友面前丢人 哎呀 王武便不再提着回家的事 只是疑惑地看着他们 赵四儿咳嗽了一声 传说呀 庙里有口官 你可有胆去一探呢 王武一插腰 一拍胸空 哼 有什么不敢的 火车不是推的 我王铁胆的名声 可不是吹的 李三儿在这个时候 四处看了看 阴阳怪气地说 哎呀 铁胆哥 我可是听说 那庙里不知何时 里面多了一口棺材 而且听人说 这棺材里的死人呢 还会吃竞高呢 你只要赶进庙 把一碗竞高放进棺材里 我们就给你二斤猪肉 再加五碗竞高 不过 我劝你啊 不要为了二斤猪肉 和五碗竞高 而送了命 王武听吧 是阳天哈哈一笑 哎呀 你就瞎鞭胡吹吧 我宁肯相信市场有鬼 也不会信你这张破嘴 这李三姓姓道 狗咬吕东斌 不是好人心 不听哥们言 吃亏在眼前啊 你不信就去看看吧 王武不屈一顾的 就笑了笑 赵四就推开了李三 就说道 王武兄弟啊 你可得想仔细了 此时反悔还来得及 王武一躲脚 大丈夫一个唾沫一个丁 一言计出四马难追 李三像是变戏法似的 从包里就掏出了一碗竞高 就递给了王武 铁坦大侠 兄弟我都为你将竞高准备好了 赵四故作慷慨之状 拍了拍王武的肩膀说 风消消息 溢水寒 壮士一去 快回欢 王武 拿好竞高 是挺胸抬头 跺脚壮胆 独自就走向了古庙 这座古庙 年久失修 是荒凉破败 庙门扮演 窗户之破落 王武大声咳嗽一声 就去推着庙门 庙门支呀拐叫一声 听到王武心里是渗得慌 王武哆哆嗦嗦的 就拿出了打火机 刚一打着 就被一阵冷晃 噴嗦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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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嗦� 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肚子里就不争气地 咕咕咕地提出了抗议 他吸了一口气 吻了吻神 硬着头皮 就往这棺材围 走了过去 王武胆战心惊地 拿着打火机照向了棺材 打火机的光是忽明忽暗 他不敢将目光移向死者的头部 扭过头 匆匆地将这静膏 放入死者的脚边 这打火机 他烧得时间长来烫 王武烫得手不行了 就赶紧把这 火给吹灭了 他擦了擦冷汗 正准备走 只是刚一转身 就听到这棺材那有动静 他直起耳朵去听 黑 你还别说呀 还真有吃东西咀嚼的声音 那叭唧叭唧叭唧 在这黑暗中听起来呀 是十分的刺耳 王武当时头皮都发炸 是一身的冷汗 可是呢 他还是壮着胆子 重新打开了那打火机 借着这微弱的灯光 就凑到这棺材跟前 他果然就看到 这盘子里的竞高 已经被吃完了 不由得这心里一慌 手一颤 打火机就掉进这棺材里了 并且迅速地染着了 棺材尾部的衣物 啊 找找火了 那个人呢 就猛地就窜起来了 一边打着火 一边狂叫 哎呀 烧死我了 烧死我了 王武心想 这这这死人 怎么还说话呢 于是战战兢兢地就说 你 你 你是人是鬼呀 那个死人一跳出棺材 一边拍打他 腿上的火边 一边说废话 要不是人 我会有知觉吗 赶快救火呀 火光驱走了黑暗 死人说出了人话 王武这个时候 心正胆壮 一把上前 就抓住那人的脖梗子 你是谁 为什么藏在这 那人急了 兄弟啊 水火无情 咱们先救火 棺材里的衣服 才是我的呢 这时 李三和赵四从外面闯进来 大家七手八脚的 慌里慌张的 就扑灭了棺材里的火 王武像捉小劲一样 把那个所谓的死人 就拎出了庙门之外 抡起斗大的拳头 哗哗哗 在脸上击脚 哗 那个所谓的死人 是哭爹喊娘 连声求饶 李三和赵四赶忙拦住 王武 王武就说 你是哪来的野小子呀 竟敢在这里 装神弄鬼吓唬老子 你不说实话 老子今天让你 成为真正的死人 那人就急了说 我是林庄的牛儿啊 是别人花钱孤果的 让我每晚睡在这棺材里 一次给两块钱 给我一套新的被褥 还让我免费吃劲糕了 嘿 原来是那游手浩鲜的 光棍牛儿 王武就说 是谁这么无聊 哭你呢 王二 看了看周围 支支吾吾 不敢说话 王武这个石头 又拎下了拳头 俗话说 好汉不吃眼前亏呀 牛儿一看打不过 我说 我说 我也不管什么发了 是了诅咒了 是你们村的张半仙 过我的 这王武一听 又是他 这张半仙是谁呀 张半仙 原名叫做张一 平日里是好意物劳 整天神神叨叨 自称是神仙下凡 算卦求神 推断前程 阴阳风水 捉鬼去妖 是无所不能 尤其近日 有请他看向做法的人 越来越多了 有一天呢 张半仙就看到了王武 说他脸上有妖气 便推断神 厉鬼缠身 并讨好说呀 厉鬼最怕糯米 让他多吃禁糕 就可以逢凶化吉 王武对此 是不屑一顾 嗤之以鼻 但这村里人 纷纷说起了 吃禁糕 以求消灾保命 到时的赵四儿家的 禁糕生意 一时就火爆起来 王武听罢 知道事情的原委 就推丧着牛儿 走 跟我到派出所去 哎呀 这这这 赵四在这个时候 上前拍了拍 王武的肩膀 就说 哎呀 兄弟呀 杀人不过头点地嘛 在择饶人处 且饶人 牛儿装神 弄鬼虽然有错 岂能 建官定他的罪呀 李三儿这个时候 也点的话 说 哎呀 就是就是 大家只是开个玩笑嘛 何必这样撕破脸呢 王武半推半就 就说 嗯 那好吧 那你们把事情 给我说清楚 这仨人 是你一言我一语 你拍肩我搂要 给王武解释着 道着歉 原来 张半仙 为了给自己扬名 赵四 是为了推销 自己的信高 李三牛二 是为了从中得利 就在村中 传言破妙 有死人 爱吃敬高 如谁家 不爱吃敬高 死人 就会去 捉弄这家人 村子里 好多人被糊弄了 纷纷请 张半仙 做法 家家买 敬高其福 而只有 王武 不以为然 于是呢 这三个臭皮匠 便想出了一个计策 就是让王武 相信棺材里的死人 能吃敬高 只要王武救了饭了 张半仙和赵四的生意 就会更好 谁能想到 这王武的胆子 虽然比平常人大 但是也被死人 吃敬高的行为 吓得是魂飞魄散 打火机失手 掉进棺材里失火 让这牛儿 是圆形毕露 让事情也水落石出 这正是 大千世界 本无鬼 皆为人心来作祟 好意勿劳 骗人才 圆形毕露 修仙人 祖乌 第一集 一望无际的麦田 在微风的吹拂下 呈波浪起伏 麦田的边上 一条平整干净的水泥道路 蜿蜒穿行 在水泥道路的尽头 坐落着一个小山村 此时的道路上 一辆小轿车 正在行驶着 驾驶座上 一个男子打开车窗 望着窗外 原汁原味的山村风景 心情十分的轻松舒畅 他是一个文学杂志的撰稿人 姓王 叫王征 戴着一副眼镜 死死闻闻的 发表的一些田园风光的散文诗歌 颇受大众的青睐 只是最近 有点无奈的事 好像灵感全部消失了 眼看着交稿日期越来越近 正好 以网上认识的朋友 要回乡修起祖物 便邀请他来下乡 他想着 反正也没什么灵感 说不定看看乡下的田园风光 灵感就来了呢 于是 王征带好自己的笔记本 根据朋友留下的地址 坐车 来到了这里 到了山村村口 就看到前面有一个人在那儿等着 车停在了山村的村口 王征下了车 刚下车 就看到这个男子 穿着背心大裤衩 微笑地看着他 男子搭不上前 握着王征的手 欢迎欢迎啊 怎么样 来到山村 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王征微微一笑 哎呀 没错呀 这山村原汁原味的田野 确实让我有了一些灵感啊 此时 天已经暗了下来 男子便邀请王征 来到自己家里做客 这个男人呢 就是王征在网上 和读者互动的时候认识的 叫王军 是一名打工者 别看只有二十多岁 但是已经跑了很多城市了 他们认识的时间 已经有三个多月了 王军是一名散文爱好者 加上眼界开阔 见识过很多地方 不同的风景 所以和王征聊得很是透远 在聊天的过程中 他告诉王征 他在老家是一个小山村 从小跟着家人 就生活在外面 所以山村里只剩下一个祖屋 王军说 山村的环境很是优美 到处充满着 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 如果王征有时间的话 可以邀请王征 到山里来转转 正好 王征最近没有了灵感 也恰好王军 要回去修祖屋 听到王征抱怨没有灵感 就提出了邀请 话不多说 王征跟着王军 就进到了山村里 看着四周的土墙 篱笆 还有时不时一些 积压来回散步的景象 让王征的整个心神 都松懈下来 体会着山村那样 没有一丝工业污染的原始 灵感如泉涌一般的出现 恨不得立马坐下来 就开始创作 天色江湾 路上没有碰到一个村民 每家每户的烟囱 都冒出一缕缕的吹烟 估计都在做饭吧 所以是没有看到人 穿过山村 来到山村最边缘的地方 就看到一座老房子 老房子四周 并没有其他的建筑 孤零零的 王军走上前 向锁打开 推开门 也许房门比较老旧 推开的时候 发出了支压压的声音 在空旷的田野中 显得有点渗得慌 王征不由自主地 就缩了缩头 看到王军进去了 赶忙走了一步 也跟了进去 电灯打开 微黄的灯光 有气无力地洒落下来 借着不堪明亮的灯光 王征打亮着屋里的四周 轰旷 整个屋子里没有什么家具 只有中间摆放着一张 明清时代的八仙桌 在八仙桌的后面 则摆放着一张灵牌 灵牌的上方 挖着一张大寸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 是一名男子的头像 王征发现这照片上的人 和王军十分的相似 如果不是现实的年龄 他都以为这两个人 是同一个人了 只是王征在打亮照片的时候 发现照片上的眼睛 嘶嘶地盯着自己 王征心里咯噔一声 往左边走了两步 又往右边走了两步 心里突然就冒起了 凉起了 他发现随着他的步伐 照片上的眼睛 始终在看着自己 照片中的头像微笑 在王征看来 渐渐地变了味道了 就好像贪婪 是的 就是贪婪 死死紧惊的眼神 那种带着贪婪的笑容 就好像看到了美味可口的饭菜 恨不得马上吞掉自己一样 王征头皮发麻 一股凉气 从脊椎尾骨冒起 随着腿肚子已经净乱了 一个大手用力地拍在王征的肩膀上 随后一阵爽朗的笑声 将王征拉回了现实中 你这是怎么了呀 我看你一头汗水的 这天没这么热吧 你是不是怕进祖屋啊 王征连忙失口否认 如果承认了 岂不是变相地承认自己怕鬼了 开什么玩笑呢 这是什么年代了 转过头 看到王军手里 拎着一兜的饭菜 除了一些凉菜 王征还看到好几个热菜 王征有点疑惑 你这是从哪弄的饭菜啊 热菜都有 王军爽朗一下 这村里有一家小饭馆 我就是从饭馆里面拿的 这山村里面还有饭馆吗 王征有点疑惑了 按说这不大的山村里面 你说有个小卖部很是正常 但是有饭馆 怎么感觉哪里不对劲的 而且这么一点的功夫 难道饭馆提前做好了饭菜吗 摇了摇头 王征不再想这些 帮忙招呼着 将饭菜都摆到了八线桌上 两个人面对面地坐下 并没有喝酒 因为王征想要保持清醒 在晚上的时候好开始写稿子 微黄的灯光下 二人开始吃饭菜 七江二人也天南地北地聊着 只是吃着吃着 王征觉得好像 哪里有些不太对劲 比如这一盘红烧茄子 咬开以后 里面竟然流出的是绿色的枝叶 细细闻下 还有这一丝丝的腥气 还有这一盘鱼香肉丝 这肉丝好像切得太短了 而且颜色怎么是白的 难道是新菜品吗 而且这些饭菜 都是一些家常菜 但吃到嘴里 好像并没有家常菜的味道啊 细细品尝一下 好像还能吃出一些 一丝的腥气 看着烧茄子流出的绿色枝叶 王征再没有任何的胃口 王军也发现了 正在破口大骂饭馆的老板 声称一会儿要去找他 好好说道说道 王征表示算了 毕竟这么晚了 就这么收拾一下休息吧 王军一再地道歉 表示以后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王征笑了笑表示没事 然后在王军的安排下 就来到屋子边上 边上摆着一张折叠的床 因为王军的房早就扒了 也是住在别人家里 只能在祖屋中摆上一张折叠床 让王征睡在这里 摆好东西以后 看着天色已经晚了 王军就准备回去 说第二天一早再来接王征 关上门 王征回头看着空荡荡的祖物 还有那一张 让自己觉得诡异的黑牌照片 没有来的就有点发虚了 心里安安后悔 早知道厚着脸皮要求王军 给自己找回人家住了 大声地咳嗽一下 给自己壮了壮膽 王征觉得这一晚上就不要把这灯给关了 自己应该马一晚上自 明天白天的时候才睡觉 王征坐在折叠床上 打开笔记本 脑中回忆着一路上看到的山村田园风光 准备开始写稿子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外面一片寂静 就是连山村一些小动物 小虫子 都没有发出一丝的声音 微黄有些暗淡的灯光下 王征专注地盯着电脑 视而皱眉思考 视而舒染眉头快速地打着字 就在这个时候 微黄的灯光开始一闪一闪的 并伴随着灯泡滋滋的声音 王征皱了皱眉头 并没有在意 只以为是电压不稳 就在这个时候 笔记本上突然弹出了一则新闻 哎呀 反正写了不少字了 也该放松一下了 点开新闻 标题写着 警惕 庶名王姓之人失踪 新闻那大概内容 就是好几名姓王的男人 网上认识了一个叫 王军的任务 经过各种原因 接受王军的邀请 去他的老家 一个偏远的山村散心 然后就失去了综结了 媒体呼吁大家 网上认识的人 说出的话要保持警惕 公安机关正在抓紧时间查案 以期尽快地找到 王军这名嫌疑人尽快破案 同时上面还有一张 山村的照片 王军看着这张照片 怎么这么熟悉啊 再仔细看了一下 王军心里一惊 这不就是自己所在的山村吗 想到这儿 王军拿出手机 拨打了王军的电话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拨 关机 王军不信写得又拨打了一次 电话中传来的 还是关机的提示声 一种不怎么好的感觉浮现 王军下意识地看了看 桌子上吃剩的饭菜 变了 呈现在王军眼前的饭菜 全变了 饭菜里全是一些虫子和蛆虫 盛菜的盘子 也是破破烂烂的 就是自己吃的饭菜 一股恶心涌到嘴巴 让王军干呕着 微黄的灯光 在这个空荡荡的祖屋中闪烁着 王军咽了一口唾沫 不由地看了一下四周 忽然 王军整个身体都绷紧 一股凉气 从脊椎骨直冲头皮 那张大寸的黑白照片 里面的头像不见了 王军紧绷的身体移动不动 身躯僵硬 在这夏天的气温中 踏着冷战 难道是光学作用 让自己看不到头像吗 王军的心里 试图找到一个理由来说服自己 微黄的灯光 开始急促地闪烁 滋滋的声音也越来越频繁 眼角的余光 看到身边灯光照不到的地方 有一道身影 谁 谁在那 王军 怎么是你啊 王军大声地喊着 只是声音中带着颤抖 那道身影静静地站着 和周围空荡黑暗的空间 融在一起 王军头皮一炸 想也不想 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转头跑向门口 用力地打开门 准备跑出这个诡异的地方 只是王军绝望地发现 门怎么也打不开了 就在王军拼命打开门的时候 一股冷风吹进了脖子 引起脖梗子上一片的鸡皮疙瘩 王军的动作停下来 僵硬地慢慢转头 一张惨白的脸猛然出现 带着贪婪的眼神 张开森白的牙齿 在王军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伸出一双干枯腐朽的手 紧紧地抓住王军的脖子 王军用力地挣扎着 双手用力地想要掰开 那抓住脖子的手 森白的牙齿 一条血红的舌头卷动着 离王军的脖子越来越近 王军拼命地将抓住自己脖子的手 一点点地掰开一道缝隙 艰难地呼吸着 嘶哑着声音问道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 森白的牙齿不动了 从里面传来阴冷的笑声 三个月前 有一个男的 好不容易凑齿了少数的钱 却被你给破坏了 那人死不瞑目 此前发誓 要吃尽你的血肉 三个月前 同仁医院 王军想起来了 在三个月前 王军的一个亲戚 肾脏有了一些毛病 修复不好了 要换肾 但医院说 肾脏很紧凑 要换的话只能等了 亲戚没办法 就找到了王军的头上 恰好王军的一个同学 就在同仁医院 是医院的主任 请同学去外面吃了顿饭 将事情告诉了同学 同学表示 最近几天有一个肾脏 不过已经有人预定了 王军的亲戚表示 钱不是问题 可以和预定的那个人 商量一下 无论多少钱 都是可以的 结果 那个预定的人 根本就不同意 说自己的病 实在是没办法脱了 之前钱不够 现在钱已经凑出来了 不可能将肾脏 让出去的 王军的亲戚 很是失望 让王军想一想办法 并一再表示 钱不是问题 只要有肾脏 花再多钱都可以 最后王军又找到同学 同学表示 可以在化验上做手脚 就说肾脏和你的身体 不弃合 不能进行手术 之后 王正的亲戚顺利地做了手术 换了肾脏 至于之前那个人 听说肾病突发 已经死了 对了 听说那个人 叫王军 原来是你 王正睁大眼睛 不敢相信地说 一条血红的舌头 填在王正的脸上 森白的牙齿 上下咔咔碰着 在王正惊恐的眼神中 一口咬在王正的脖子上 祖宫中 一声惨叫 在寂静的深夜里 传得很远很远 天亮了 阳光顺着窗户照进屋子 烧在那张 大寸的黑白照片上 照片的头像 那原本瘦削的脸庞 变得圆润 那一丝显得诡异的微笑 也变得安详起来 午夜说书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 农村的条件艰苦啊 村子里没有什么娱乐 更别说什么电视了 而我们这些孩子 除了疯疯打打以外 最喜欢的 就是像左手大神 这样的说书先生 这说书先生 一来很有文化 二来呢 会讲故事 喜欢跟我们讲什么 三国演义呀 红楼梦啊 西游记呀 水浒传呢 还有灵号鬼坛呢 这个天狼书啊 等等等等 特别受我们孩子的欢迎 要说当年的说书先生 那还真是十八般武艺 样样齐全呢 他们是一边说书 一边又杀废表情 表演得很真实 还匹首画脚的 蹦蹦跳跳 实在是有趣 你还别说啊 左手大神在露书的时候 还真是又蹦又跳的 不过呢 我们本村 并没有说书先生 都是流动来的外来人口 来到我们村子表演 然后给村民们 淘点这酒水吃 村民毕竟都是和尚好客的 虽然那个时候 我们村子里并不富裕 不过呢 村子里出产最多的 就是红薯 红薯能填饱人的肚子 也能给人希望 我记得那天天蓝蓝的 我和大壮 金花 我们三个人 和一大群孩子在疯玩 大壮 名字叫大壮 却胆小啊 金花虽然是个女孩子 胆子挺大 像个男孩 那天我父母去走亲戚了 本来我也要去的 只是中午吃完饭 又跑回来跟他们玩了 这说话间呢 就到了下午了 天突然就阴下来 大朵大朵的乌云 就聚集交错在一起 时尔还能听到 哇 擦擦地闪电上 又加上是狂风大作 天昏沉沉的 简直就像是阴森恐怖 这当时我们家没人 我干脆就邀请大壮金花 去我们家里玩 不过那时候家里穷啊 三人进屋以后 也没什么可玩的 正闲着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 就在这个时候 只听嘎吱一声 那声音静悄悄的 我听到 我家的大门被人推开了 可是 我记得明明关上门了呀 这可把我吓了一跳啊 大壮更是吓得直哆嗦 以为是来小偷了 反而这这这金花胆子最大 简直就是个女汉子 一把抄起这铁铲 就扛在肩上 跟我来 我就不信了 这我和大壮胆怯的 就跟在这金花身后 我们来到这大院一看 大门半开着 而在院子的大树底下 似乎躲着一口人 金花其实很足 往那一站 谁给我出来 这一声喊叫 犹如猛虎下山一样 把躲在树后的人吓得直打哆嗦 慢慢的树后边就出来一个人 我们一看 四十来岁是个男的 不过呢 打扮很奇怪 他穿着一条青色的麻卦 麻卦看颜色很旧了 这伤头还有不少的补丁 头上戴着青色的小帽 背后还有一条长辫子 当我们看到这人的打扮 我们三个人都兴奋的喊 说叔先生 说叔先生 要知道啊 这说叔先生来到我们村里 说叔就是这副打扮 他们专门戴着瓜皮小帽 这小帽上连着一根假辫子 打扮成清朝时的说叔先生的模样 那说叔先生一看我们不怕 笑眯眯的问道 你们想要听我说叔吗 我们三个高兴啊 就说当然当然了 这说叔先生也高兴 让我们搬来几个小凳子和桌子 他便戏法式 就在桌子上摆好了瓜子 糖果花生 说是请我们吃的 这可把我们给乐坏了 没想到听叔还能吃东西 我们三个自然是乐坏了 就这样 这说叔先生讲了一个又一个故事 也让我们听得是津津有味 桌子上的美食 也全部被吃得一干二净 直到天快黑了 我们三个人就又饿了 而且我爸妈也要回来了 这说叔先生这才停了下来 跟我们说明晚我再来 地点就在村口的城隍庙 等你们呢 晚上我爸妈回来了 大壮和金花也各自回家 爸妈做好饭菜 让我出去吃 我却久久待在屋子里不出来 当然免不了被我妈一顿宠骂 可是让我妈奇怪的是 这平时做好饭菜 我早就迫不及待地出来吃了 这现在怎么没有一点动静呢 我妈进屋一看 我整个人就裹在被子里 抱着肚子疼 我妈当时以为我吃坏了肚子 可是感觉不对 她拉开被子一看 天哪 我这肚子跟怀孕七八个月的孕妇似的 可把我妈给吓坏了 我妈就问我 今天吃了什么了呀 我就捂着肚子说 你什么也没吃啊 说到这里 我突然间就想起 今天下午那个奇怪的说书先生 便跟我妈说了 我妈一听 让我爸照顾我 她马不停蹄地就出了门了 我记得当时我妈可是急坏了 先后跑到大壮和金花家里 结果大壮和金花的情况跟我一样 还肚子高高地挺起 在家里疼得死去活来 特别是金花 是个女的 家里人还以为她被欺负了 可是一想 这事不对呀 今天白天还好好的 只要一晚上 肚子就大了 我妈就跟大壮和金花的父母一商量 得出结路 我们仨重邪了 我妈就把我们村里的酒书请过来 把事情一说 酒书 眉毛一皱说 按照他们的描述 那说书先生恐怕根本不是人 是只厉鬼呀 酒书把我打壮金花 我们三个人召集起来 手拿着天火针 就朝着我们的手心 胸窝狠狠地一扎 接下来 我们三个人就开始哇哇地狂吐 吐出来是什么东西呢 哎呀 可恶心死了 除了大滩的农业以外 还有蛆虫 胃嚼烂的手指脚趾 以及胃消化的死耗子 蚯蚓等一堆死物 不过这些东西吐出来以后 我们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 就问酒书怎么办 酒书跟我说 清朝时期的说书先生 地位很低的 他们大多数人 空有一番报复情怀 可是一生呢 却贫苦倾苦 故而化作立位 接着他说 不过今晚你们三个 必须服约 要知道这家伙可是厉鬼 存在这世上 可不是一两天了 他们生前清苦 死后一口怨气存着 说是厉鬼 其实也不坏 只要你们顺着他的意思 就不会出事 这大壮可吓坏了 可是他那些东西 我们可不敢吃啊 这一想到今晚在城隍庙 要和说书先生见面 脸都惨白了 整个人都不好了 你们只管吃就好了 这件事情 我知道该怎么做 说话间夜就渗了 天寒地冻 我们三个人裹着棉袄 就来到了城隍庙 月光折射在城隍庙的窗口上 把里面照的半裤 说书先生早就准备好了 见我们来了 迫不及待地让我们坐下 然后摆好了瓜果 让我们吃 吃啊吃 你们怎么不动呢 我们不饿 听你说书就成 说书先生脸当场就变了 一张脸变得沙白 嘴唇鲜红 很是寻寒的模样 全是冒了黑气 当时我们怕呀 尤其是胆小的大壮 一把抓过花生 连壳都不剥的 就塞进嘴巴里了 形同嚼辣 这就对了嘛 尽管吃 我这里还有呢 说书先生又开始了高谈扩论 我们则不断地往嘴里塞东西 一想到这些东西是死耗子驱冲变的 哎呀内心就一阵恶心 可是如果不吃就得死啊 九叔说了 这些东西怨气大 只要凭了他们心中的怨气 他们就不会伤害人的 就这样我们度过了痛苦的一晚 直到天亮了 说书先生 这才满意地离去 并且邀约我们明晚继续 我们仨人一回去 就跑到九叔那里 九叔早为我们熬制好了药汤 我们三个人吃后 哇哇打通 吐出来的东西 跟昨天都是一样的 哎九叔 你干嘛做三个假人呢 而且长得跟我大壮金花一样 九叔说 啊 这你就不要管了 啊 你们三个人 一人滴一滴血在假人身上 就可以回家了 哦 还有一事啊 明晚 你们就可以不去了 我们三个人 我们三个人简直不敢相信 不过啊 九叔在我们村子里 德高望重 自然是不会骗人的 那接下来 我们把鲜血滴在假人身上 按照九叔说的 第二晚上也没有再去听书了 从此以后倒也相安无事 只是从此以后 每到夜晚 总会想起 说书先生 朗朗的说书声 以及三个假人做成一排 聚精会神的听书 再次以后呢 村子里只要来了说书先生 我和大壮金花 也不敢去听书了 头七回魂日 第一集 深夜 在河边的码头 有一位女子 正坐在河边的木板上 手持着砍柴刀 眼神迷离 这女子呢 名叫春莲 是村上的一名普通的妇女 夜晚在河边的码头上 看守漂浮在岸边的木头 这是她的工作 也是她唯一的收入来源 这是村里的 多个码头中的一个 一条不算太宽的河流 两岸都有人家 春莲像往常一样 来到码头 今晚 却没有以往那么平静 码头对面的一户人家 正在办丧事 对岸传来 宾仪上 敲锣打鼓 法师师法作医 和对岸村民的轰闹声 这对春莲来说 只能是见怪不怪了 对岸去世的 是一个可怜的女人 十四岁 就根据父母的安排 嫁给了她 自己十六岁的男人 所谓的婚姻生活 面临的 也只是为这个老男人 繁衍后代 因为生活中的一些柴米油盐的 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她还要随时面临着 丈夫的毒打 这样的悲剧生活 一直持续到现在 她的儿子女儿 步入工作婚姻 她便自己选择了死亡 就这样一个生命 终结在了不到四十的年纪 村里村外 都在讨论这个可怜的女人 连言飞语传出来 多个她的死亡版本 有人说 她是在村后面的竹林上吊死的 也有人说 她是喝农药死的 当然了 也有人说 她是在山后 吃了有毒的草药死的 春莲认为自己胆大 不像其他的妇人 这几天 她仍然一个人去码头看木头 在夜晚 按着知了缠名 春莲想起来之前 和这位可怜女子的交集 那估计是在一年半以前 还是两年半以前了 也不知道具体的时间是多久了 那时候 春莲听出来村里其他人说 在离村不远的一个山头上 长遍了绝才 那里的绝才长得水灵 又嫩又大个 才都采不完 轻到这儿 春莲就按捺不住了 和其他的妇女一起组织了一下 商联好了 打算去山头采绝才 第二天 春莲收拾好东西 吃完早饭 准备出门了 在一行会合的人中 就有那位可怜的女人 大家各自准备的行头都差不多 小的镰刀 两个大的编织袋 一壶从家里带的茶水 一个围裙 那次大家收获都颇风 当时大家一行人在山上 辛苦地采摘决菜 互相分享 从家中带来的水和干粮 那个女人分享着自己做的 耗子爸爸 她与其他妇人 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都是为了家里面 忙前忙后的 一连好几天 春莲依旧在码头上看着木头 毕竟是看木头 要看一个通宵的 春莲难免有些困意 她找了一块大一点的木板 找一个合适的角度摆好 躺下便睡了 半梦半醒的时候 依稀能听到对岸的丧事 传来的声音 有敲锣的 有人谈话议论的 时不时地睁开眼睛 还能看到对面黑暗处的 红色灯火 是男人抽烟的时候 点燃的烟头 这到了后半夜 春莲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 伸吟着说道 我都这么可怜了 你们怎么都看不到的 春莲的背后一阵寒意 睁开眼睛看了看周围 她用柴刀敲击着木头 看了看四下无人 就没有太当回事 便又睡过去了 当春莲睡过去没多久 那个女人的声音 又传了过来 哎呦 为什么救我这么可怜呢 为什么 只是我是这样的遭遇呢 偏偏是我自己选择的死亡 我都这么可怜了 这春莲心里 虽然害怕 但是嘴上啊 还是回应着说 哎呀 你家发生了什么事啊 是遭遇了什么变故吗 妹子 你跟我说说 那女子就回应说 哎 我十四岁 嫁给了这个死鬼 我这辈子都为他生儿育女 家里面 因为两块钱的小事 也要打我 上一次我一气之下 用拨起还了他一手 他直接按着我的头 往墙上撞啊 哎呀 你说他还是人吗 春莲听到这儿 心里就惊了 心想 这不是对面去世的 那个可怜的女人吗 这时 春莲睁开眼睛 环顾四周 她站起来在周围走着 这背后啊 就开始冒起了虚汗了 她找了一块石头 缓缓地坐下 一直等到天亮 天亮以后呢 春莲回到家 跟自己的男人 就说了昨天晚上的事 她丈夫是一个渔民 常年靠打鱼卫生 这工作呢 也是日夜颠倒 和春莲一样 春莲的丈夫 也不信什么鬼神之说 便提议说 等到后半夜捕鱼的时候 把划船去春莲的码头 过去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话间就到了第二天晚上 这今晚的对岸 没有像往常一样 原来这个葬礼已经结束了 今天早上的时候 村民已经扛着棺材下地 对面那个可怜的女人 已经入途为安了 春莲依旧找了个合适的地方 便坐下来打盹 这今天的夜晚 显得格外的平静 直到后半夜 河面都没有什么动静 春莲的丈夫在河面老左 看今晚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 也就这样 最近呢 是淡静 于是她丈夫打算 路过春莲的工作码头 看看她今晚 会不会遇到什么怪事 她的丈夫划着船来到码头 看着春莲正躺在旧木板上睡着了 丈夫就没有吵醒她 而是划着船一路靠着河边 想顺路回去 这一边想呢 还能补一点小鱼小下的 这春莲似乎还在睡梦中 原本以为今晚的一切平静 没有什么事 但是啊 怪事还是发生了 睡梦中的春莲 迷迷糊糊的 就看到对门 有个女人正在朝她招手 这春莲不知道 怎么回应这个女子 却只见那个女子 从河面缓缓地飘了过来 这起初的时候 春莲看不清那个女子的样貌 但是等到那女子慢慢地靠近 春莲这心里啊 不禁就打了个冷战了 只见那女子 穿着深青色的首服 其间的两股辫子 头发两侧 分别夹着两个黑色的发卡 脸色贴青 她的手一个在上 一个在下地握着 眼神中充满了怨气 缓缓地向着春莲飘了过来 这春莲一看 这不就是对岸去世的那个可怜女人吗 春莲当时就害怕极了 她想起来 想跑 但是她发现 自己的身体怎么也动不了了 但是那个女人 却靠自己越来越紧了 春莲这个时候想大声呼救 但是她发现 自己怎么也发不出来声音 直到那个女人靠近到春莲的身边 那女人用手就捂着了春莲的嘴巴 想把她往水中推 春莲死命地挣扎 想凭借自己的劲儿 来反抗那个女人 春莲现在没有理智 只有恐惧 但似乎春莲反抗不了 她渐渐地感觉 这头发和衣服的脸口被禁尸 让春莲更加的恐惧了 终于她大声地高呼自己的丈夫 这时候 她上半身已经进入水中 口中 耳朵 鼻子 都灌满了河水 冰冷刺骨 春莲拼命地用手拍打着水面 试图呼救 但也感觉自己难以逃脱 这场噩梦般的遭遇 春莲的丈夫 正在用小鱼网捕鱼 这忽然心里咯噔了一下 莫名其妙地 想要回码头看一下妻子 她划着小船 在离码头不远的地方 就看到春莲在水面扑腾 大半个身子 已经浸在水中了 丈夫一惊 马上划船过去 用竹竿捞起了春莲 顺势将她拉了回来 丈夫就呵斥春莲 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春莲水性不错 不至于靠近岸边的地方 扑腾枪水 春莲眼中带着恐惧 就看着丈夫 说今晚的遭遇 说完以后 丈夫就皱起了眉头 的确 当时的春莲 也像施了痣一样 这件事 很快传遍了村子里 对岸可怜的女人 醒来了法师 杀了只公鸡做法 春莲丈夫也找到了先娘 帮着春莲开放辟邪 有人说是因为对村的那个女人 不敢找葬礼上的人 只能找身处在对面的春莲 也有人说 其实在那天 在春莲的码头旁边 有一只黄鼠狼路过 成了惊了 想要害人 看对岸死了人了 就扮成对岸死掉的女子 来害人 那天晚上我喝多了 无意中捡到一只绣花鞋 从此以后 夜半歌声山村老师 古井锁魂 八鬼台观 离奇古怪的事情 一件件的涌入了我的生活 让我无法自拔 狮宠 这个村子的外边 有一条河 人们唤它叫做回乡河 这为什么叫这个名呢 因为这河呀 据说连通着上游 然而还时不时的 会有尸体顺着河 给留下来 会有亲人 把他们的尸体领走 那这尸体意义 又是从哪来的呢 谁也搞不清楚 反正的是 是从下游 一直到上游周边 失踪的人 过不了多久 就会有尸体 从这飘下去 所以啊 这下游 时不时的 会跑来一些 失踪的人的家属 虽然都不希望 他们的失踪的亲人死去 但也是啊 忍不住来这里寻找 那么 谁负责打捞这些尸体呢 嘿 这村里有一个 叫王天一的人 这人呢 胆子大 第一个就发现商机了 他的手下 有好几个捞尸人 这水性特别好 啊 号称浪里白条 而且这胆子呢 也大 这些年 一起打捞了不少尸体 当然了 家属啊 不给他们银子 他们是怎么也不会去打捞的 那就前些日子啊 这有个小伙子 尸体被发现了 父母穷啊 给不起那么多银子 但又想着让儿子入土为安 都跪下来求这些捞尸人了 但是啊 这些人 无动于衷 最后 还是好心的村民劝解 家属 给了点钱 意思一下 才打捞上来这小伙子的尸体 这天呢 是一个阴气沉沉的下午 王天一正在家中午睡 突然有人真命地敲门 王天一 这心想 这谁呀 这这这这 这么烦人啊 就下来床 打开门 原来是捞尸的张二 这张二 这一见 王天一就笑着说 这这一哥 我们又有钱赚了 上面又削下来尸体了 而且 还是两句呢 这王天一一听 顿时就来了精神了 他赶紧让张二 带路去看看尸体 这说话间 就来到了河边了 王天一一看 这两具尸体 跟以前的不搭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法呢 这尸体是衣服凌乱 面不朝下 王天一看了以后 就觉得这事啊 又蹊跷 就命手下的人 先把这尸体 给捞上来再说 他们用钩子 把尸体拖了上来 本来这尸体 在水中泡了很长时间了 会产生恶臭 而且那是异常的重 但是这两具尸体 都不是很重 而且这臭味呢 也没那么重 等他们 七手八脚地 把这尸体搬上岸了以后 这翻转尸体一看 他们才惊讶地发现 这两具尸体 差不多都只剩下一半肉了 这头部也残缺 从肚子里 剖开了一个大洞 人体器官不一而非了 看着这样的场景 张二就慌了 哥呀 你说我们捞尸体 从来没这样的 你见多识广 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这王天一哪里知道啊 他挠了挠头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这尸体成了这样了 据我所知 这一袋水域 没有吃尸体的东西 这对我们来说 可不是一件好事 你想想看 如果家属看到尸体成这样了 我们一分钱也拿不到 张二一听就急了 那怎么办呢 没事 我们先把他们放村里 等家属找来了 我自有办法 这他们都点了点头 从村里抬来两口棺材 把尸体就放进去了 放进去以后 几个人就抬着这尸体 来到了这驿庄 王天一就交代张二 和另一个叫朱军的伙计 叫他们两人 晚上在驿庄看着 不要让别人靠近 导致这事情败露 然后就自己回家去了 夜幕很快降临 这张二和朱军 胆子也确实大 他俩从家里拿了点酒 和花生米 这晚上点了一只蜡烛 就在这驿庄 吃喝起来 渐渐入夜 两人也已经微醺 趴在这桌子上 就想要睡过去 就在这个时候 不知从哪儿 就传来了这 咚咚咚的声劲 这两人以为在做梦 并没有理会 但是呢 这个声音并没有停止啊 而且还是有规律的香气 这俩人被吵得没办法了 就抬起来头 仔细一听 你猜这声音从哪儿来的 对楼 是从棺材里发出来的 两人都以为自己听错了 但是这声音 确确实实 就是从棺材里发出来的 张二当时就吓得哆嗦了 他推了推一边的朱军 你去看看 这朱军心里也打鼓啊 听到张二这么说 心里自然不爽 就心里就琢磨 你大爷的 你怎么不去看看呢 但是无奈呀 还自己比他大 没办法 他只好轻手轻脚地走过去 打开了这棺材盖 这棺材盖一打开 声音就驾然而止 朱军哆哆嗦嗦 拿着这蜡烛 往前照了照 这尸体与下午 并没有什么两样啊 朱军就笑了笑说 哪有什么呀 自己吓自己 当时就松了一口气了 就在这个时候 这尸体突然 啪 就弹跳起来 朱军和张二大叫一声 没等朱军反应过来 这尸体就窜到了 朱军的身上 朱军惨叫着 只见着尸体对着朱军开 就是一顿狂摇 顿时是血流如注 张二看到这情景吓得想跑 但是另一口棺材里的死尸 也突然打穿了出来 从背后一下就抱住了张二 锋利的骷髅 一下就刺穿了张二的肚子 张二奋力的反抗 想把尸体摔倒在地上 然后捂着肚子 没命的就跑向了王天一的家里 王天一正在睡觉 突然间砰砰砰砰 就被这烧门声给吵醒了 当他打开门的时候 只见张二捂了肚子 满身都是血的 躺在这门柱上 这王天一就赶忙问道 这是怎么了 张二这个时候 有气无力地说 死死死死死死复活了 然后就咽了气了 王天一被这一下 也吓得不轻 做老师人这么长时间了 还没碰到过有死死复活呢 王天一为了以防万一 赶紧喊了村里一起捞尸的人 拿起武器 向着驿庄 当当当当当 就赶了过去 等他们赶到驿庄 惊恐地发现 这两个尸体 正在砍着主军呢 这两尸 见到他们赶来 一下子又窜了起来 一下子就粘在了 前面的两个捞尸人身上 不过 王天一早有准备 他举起大刀 咔咔咔咔咔 几下 就砍掉着这两个尸体的头 尸体瞬间就贪软在地 两个捞尸人 只是被划伤了 并无大碍 不过 正当众人庆幸的时候 从这两个尸体的头里边 就窜出了四个不像动物的东西 这东西你说它像螃蟹 又像是蜘蛛 牙齿十分的锋利 这东西并不攻击人 只是发出了低沉叫声 就一下窜入了草丛 不见了 第二天 王天一问了村里的人 村里一位老人就告诉他 这是传说中的狮虫 这种虫子只吃死尸不吃活人 至于为什么攻击人 估计是他们被禁锢在一个地方太久 看到有人的反击行为了 王天一听到这儿就放下心了 怪不得死尸会动 原来是虫子而已 以后注意好就行了 这天晚上 王天一正在家里吃饭 这门突然间又被敲响了 王天一打开门一看 面色牛屈 这不是张二和朱军吗 你们不是被下葬了吗 这俩人就笑了起来 可我们咋就寄生在里面了呀 这种虫子还能思考 由不得王天一多想 村里就传来了一声凄惨的叫声 说起中这个物件啊 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民族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那这中的用途及其精神内涵 更是琳琅琢砸 数不胜数 或可以作为礼器 亦可以作为乐器 更可以作为法器 早在佛教经典 华言经中的《陈经记忆》一篇中 便如此写道 闻中生 烦恼清 智慧掌 菩提升 离地狱 出火坑 愿成佛 度众生 而也正是这令人明见心性的钟声 将我从地狱的边缘给拉了回来 那是一个大年初一的晚上 我约了一位关系比较好的朋友 出来看看繁华的都市夜灯展 由于他的身材有些微微发福 看上去比较喜庆 姑且称作他为喜 那我和喜两个人乘坐地铁 来到了市中心 踏着广场的大理石地砖 有说有笑地 环顾炫目的采光 正兴致盎然之际 喜却突然惊喜地依了一声 他用手肘顶了顶我的胳膊 示意我朝一个方向看过去 我沿着他的目光放眼一揽 方才恍然 原来是一座灯光萦绕 人气蓬勃的寺庙 这寺庙我也是早有耳闻 是整个市区都赫赫有名的密宗古叉 我和喜两家人呢 都比较崇尚佛教 相识一笑 心下不抹而合 当下就向着寺院急急地 迈开了步子 我边走边掏出了手机 翻翻这个寺院的微信公众号 这才知道 今晚是一年一度的寺庙祈福 在半夜十二点 会举行迎新壮中的法会 也难怪了 在这个时间段 人流格外的多 不过 古叉声名显赫 这门票的价格 也比市区其他的庙宇 高出数位不值 不过对于我和喜 这两名尚未拥有 经济支配的普通高中生而言 还是太过奢侈了 杀玉而归的喜 正打算往回走 继续观看灯秀 却被我叫住了 对着古叉后的一栋大厦 挪了挪嘴 我笑道 我说 凡是要懂得变通嘛 我们坐个电梯 到时候 从上往下看 这四里的祈福法会 还不是尽收眼底 闻言喜也是顿悟 我俩人就赶忙 绕到大厦的正门 很顺利的 就来到了 底楼大堂的电梯门前 但是就在我按下 向上箭头的按钮时 手腕上带的一串 佛珠所记的绳结 却随着我的手臂 快速地抬起 猛地将我的皮肤 就划出了一道红痕 登记 我疼得就抽回了手了 凝视着 渐渐向两边挪开的电梯门 一种说不出的怪异感觉 在心头若隐若现 我又侧目扫了一眼身边的喜 但见他低头刷的手机 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 故而呢 我也未曾多考虑 只想着是大厦内的冷清 与楼外的灯红酒绿不堪协调 所导致的不适应罢了 我们二人踏入电梯间 待到电梯门完全关闭 一旁的喜 这才开口问道 一几层看呢 我大致扫了一下 电梯的所有楼层按钮 随意地说道 这如果太高的话 也看不太清 不如折个钟吧 这一栋楼一共三十六层 我们就到十八层去 有些走调的叮咚声响起 两道干净利落的脚步声 回荡在整个十八层 电梯间转角 电视玻璃窗 身边那喜看了看表 二十三点 四十二分 既然离壮中法会 开始还有一段时间 我和喜两个人 就索性沿着灯光敞亮的长廊 在十八层闲逛起来 不过两边都是一些 传媒公司租的门面 而且无一例外的 均已经吸灯锁门了 似乎早就已经下班了 正当我们赶到乏味 往回走的时候 耳畔却传来了一道 轻微的暴鸣声 我低呼一声 还以为自己不小心 踩碎了什么东西 但紧接着 就发现 声援距离 似乎不是太近 喜显然也听到了动静 二人提起转头 看向身后的长廊 原来是走廊尽头的 一个灯泡的灯芯被烧坏了 可就在我们准备转身 继续往回走的时候 又是一声暴鸣声 倒数第二个灯泡 也输得一按 紧接着再是砰的一声 第三个灯泡熄灭 接下来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灯泡损毁的速度越来越快 黑暗如袭 向着我们席卷而来 反应向来较快的我 此刻大脑已经荡了机了 除了剧烈的心迹 几乎做不出任何行动 倒是旁边的喜 似乎受到了不小的刺激一样 立刻将我往回拽了一下 朝着电梯间狂奔起来 我不知道那猛冲过来的黑暗里 藏着什么 但是当喜大不留心的身影 掠过我的那一刻 恐惧的情绪激活了我的双腿 迫使自己迅速地跟上了喜 一边看着不断逼近似乎要吞噬天地的黑暗 一边又看着疯狂按电梯按钮的喜 我这才发现 电梯叫响 此刻刚刚上升到三楼 当即力断大喝一声 走楼梯 喜也是果断转身就逃 随着我率先撞开安全通道的大门 两人慌张凌乱的步伐 也打碎了楼道内的寂静 我立马喊道 快再往下跑几层 等到电梯上来 找准时机进去 在粗重的呼吸声和快速心跳感的空隙中 我明显感觉到还有一种压迫的气息 顺着楼梯急转而下 但是回头时 除了喜惊慌失措的身影 却什么也看不到 17楼 15楼 13楼 正跑到13楼的时候 我再次提醒到 出去坐电梯 就在我重新撞开安全通道的门时 身后的喜却是一声大呼 我赶忙扭头才发现 喜的后衣领子 像是被凭空勾住了 直接顿住脚步 若不是他反应及时抓住一旁的扶手 整个人就会摔下楼梯 只见他从双肩包上 拽下了一个钥匙扣 上面似乎挂着一截 刻着某些经文的木头 奋力地对着身后一声 抖然间 他似乎突破了某种禁锢 再一次地快速向我奔来 甚至就是我也能感知到 他身后那股极强的压迫感 立刻停滞下来 喜看着有些惊诧的我 又猛地扯了我一把 傻站着干什么 进电梯啊 听到他的声音 我立刻精神一振 看向电梯层显示12 同时心悸地不断望向安全通道 那股暂时凝制住的气息 似乎有些忌惮 喜刚才丢出的钥匙扣 来不及多想 此刻的电梯 已然到达了13层 重重地垂下下行的按钮 两人赶快地闪见了电梯 直到冰冷的金属门 紧紧地关上 看着两道狼狈的倒影 我方才大出一口气 冲着身旁的喜问道 刚才 刚才你丢出去了什么呀 喜得脸色同样难看 低声颤抖地打道 大悲咒 然而不待继续发问 我的头顶又是一阵恶寒 呼吸再次变得沉重 小腿不过数秒的心机感 卷土重来 压迫的气息 逼向了快速下行的电梯 这 这是一场垂直的追逐 手腕的佛珠 陡然断开 洒了一地 好在又使那道气息 停止下来 电梯也与之拉开了距离 洗那苍白的脸庞 转向了楼层显示屏 六层 若是能再坚持一会儿 到了一楼尽全力跑出大厦 或许还有救 可惜事与愿违 平致的气息如同被激怒了一般 以更快的速度俯冲下了电梯 很显然 佛珠的功效被高估了 就在电梯到了一楼之际 那道令人胆寒的气息 同时也笼罩住了整个电梯箱 发软的双腿 冰冷的双肩 超复合的心脏 无不彰显着冰死的绝望 我疲惫地看了一眼身边 双目血丝充盈 牙关打颤的喜 余光瞥见了电梯箱内的电子钟 午夜十二点封毫不差 一声浑厚的钟声乍响 诗吼般传入耳窝中 唤起了我的意识 语音不觉 继而第二声红钟大驴 愈加地清晰 冥冥中显露刚正微能 震慑心魄 最后一道钟声 则犹如雄狮觉醒 轻可将瓦解了 那股压迫而来的气息 数十秒的平息之后 电梯门缓缓打开 我和喜歪歪斜斜 互相搀扶着 盘跚地走出了大厦 望着这栋 窥然而立的写字楼 玻璃上扭曲变形的光影 像是嘲笑我们的无能 又死在痛恨我们的逃脱 后来我在网上才发现 七天前的这里 一个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人影 从高楼直直坠下 战开了饱含遗憾和怨念的血花 我不禁就琢磨了 新年的壮中法会 究竟是不是简单的祈福呢 狼牙王 民国初年 军阀歌剧 民不聊生 盗贼横生 盗墓贼刘三 花重金买到了一张 汉代狼牙国国君墓葬的图纸 他又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 找到了墓葬所在地 山东江南县 狼牙镇的一座高大的土丘 他知道 以自己之力进不了墓葬 就另外物色了两个同乡 张青 李立 三个月之后 三人凭借着那张图纸 终于找到了墓葬 打开了墓门 三个人极为兴奋 顾不得休息 就要进入墓葬 进入墓葬之前 刘三让其他人点燃了手中的火把 张青不解地说 哎呀 咱们都有强光矿灯 还点那火把干什么呀 刘三说 这古墓内 常年与世隔绝 空气稀薄 如果火把熄灭了 就说明墓中的氧气不够用 我们就不能往前走了 张青这才恍然大悟 这是一条长长的涌道 远拱形 高约五六米 有无数块青砖累气而成 三人小心翼翼地 约摸走了几十分钟 前边一道石门就挡住了 他们的巨路 这道石门约有几千斤重 三人上前推了推 石门却纹丝未动 刘三取出那张图纸 发现其中的一幅图画 正是这扇石门 不过旁边还画着一个怪兽的图案 像是麒麟 又像是碧锡 刘三举起火把 在旁边的墙壁上寻找起来 就在离石门一米开外的地方 还真发现了 有这样一个图案的青石 刘三用力地一个按那块石头 就听见了轰隆隆一声巨响 那扇石门就向两边开起了 李莉见到石门已经开起 就一脚踏了进去 刘三此时正低头端向那份图纸 忽然觉得不妙 他大叫一声 小心 话音未落 从墙的两边忽然射出无数只短剑 李莉躲闪不及 就被那暗器给射成了马蜂窝了 刘三张青目瞪口呆了好长时间 张青一伸舌头说 真的是机关重重 防不胜防啊 李扬人参考那份图纸 一路小心翼翼地继续往前摸索 躲避着墓里设置的流沙 翻板 吊石等机关 花了好几个小时 终于到达了一个比较大的墓室 狼牙王的棺果 就在这大墓室的中间 棺果通体为黑色 高约一米半 宽约两米 棺果的周围 用金粉绘着笼的图案 想着里边的众多金银珠宝 正等待着自己 刘三二人就觉得呼吸急促起来 他们快步走进棺果 用撬棍一起撬动棺盖 棺果盖被打开以后 墓主人就映入两人的眼帘 但见他身穿龙袍肌肉丰满 面目如生 如同睡熟了一般 而在他的身边 堆满了金银珠宝 玛瑙 两人不禁一起喊了起来 这下发财了 刘三看着这么些奇珍异宝 他可不想与人分享 他的腰间别着一把锋利的匕首 悄悄地扒了出来 对准张青就刺了过去 张青惨叫一声 就倒在地上 刘三踢了他一脚 兄弟 你不要怪我 老话说得好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他的话音刚落 忽然间 棺果中的狼牙王就睁开了眼睛 接着就坐了起来 刘三惊骇之时 狼牙王竟然开口说话了 你不就是想要荣华富贵吗 本王让给你 说完 他拉住刘三的衣领 把他拉进了光国 恍惚之间 刘三像进入了一座宫殿 上好的汉白玉铺成的地面 闪烁着温润的光芒 檀香木雕刻成的飞檐上 凤凰展翅玉飞 青瓦雕刻而成的浮窗玉石 堆砌而成的墙板 一条笔直的路 尽头一个巨大的广场 随着玉石台阶 缓缓地下沉 中央巨大的祭台上 一根笔直的柱子 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 与那宫殿上的凤凰 摇摇相对 殿内的金漆雕龙宝座上 坐着一位 气宇炫昂的王者 再恍惚之间 那王者竟然变成了刘三 和吃着西域进宫的葡萄 和着透明琥珀光的穷江玉叶 左边十几个穿着盛装的乐者 正在为他名中激庆 乐声悠扬 殿上几十位身材妙慢的女子 正在为王伴着音乐 翩翩起舞 衣袖飘荡 接着 又有几位舞者 抬上了好几个箱子 打开之后 一阵炫目的光芒 从里面闪出 里边全是金银财宝 刘三就问 这是哪来的 那位武士说 王爷 这都是您的臣民 孝敬给您的 刘三又指着宫殿 美女就说 如此说来 这些都是本王我的 武士说 是的 都是您的 狼牙国 所有的一切都是您的 刘三哈哈大笑 心情好极了 他连饮三杯 刘三喝了十几盏酒 这酒虽美 但后劲儿几大 刘三觉得眼睛睁不开了 这时候 一旁的一位侍女 俯下身子 轻起欲唇说 王爷 您累了吗 刘三微闭着双眼 本王 本王是累了 快扶本王去休息 那侍女将他扶起来 走向了寝宫 寝宫内 檀木坐凉 水晶为灯 珍珠为帘 饭晶为柱 六尺宽的沉香木阔床边 悬着娇嚣保罗杖 杖上便秀 撒珠银线海棠花 风起霄洞 如坠云山幻海一般 踏上设着青玉报箱枕 铺着软枝残香垫 叠着玉带叠罗钦 垫中宝顶上 选着一颗巨大的明月珠 徐徐生辉 似明月一般 刘三太困了 顾不上欣赏寝宫的布置 就躺在宽大舒服的龙床上 沉沉地睡去 三十年后 一条高速公路 要经过狼牙王墓 省考古研究所 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考古人员打开严密的 狼牙王棺果之后 惊奇地发现 随历两千多年 狼牙王的尸体面目如生 像刚睡着一般 他的脸上 竟然还带着满足的笑容 考古人员 雇佣了附近的村庄 几十位村民参与挖掘 其中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 看到棺果里边的牧主人 惊叫起来 这不是安村里六三吗 考古人员问起来才知道 原来在三十年前 他们村有一个叫刘三的村民 某一天离奇失踪 刘三家里人发动了所有村民 都没有找到 没想到 竟然躺在这棺果之中 跳门槛 这胡燕亮呢 最近总是心神不宁 几次三番地跟胡老伴抱怨 说是他最近啊 老是做同一个梦 梦见他死去多年的母亲 就来到家里 一边拉着手 虚寒问暖 一边还邀请他 去一个地方 这胡老伴 就禁不住问道 哎呀 去什么地方啊 胡燕亮就嘟囔着嘴 一边抓头发 一边苦恼地说 哎呀 没听清楚啊 或是听清楚了 醒过来就忘记了 总之呢 不是什么好地方 毕竟四十多年 没见到他了 这胡老伴 一如既往的好脾气的安慰 哎呀 不要想那么多了 啊 不过是做个梦而已 做梦这种事情呢 能当真吗 我昨晚还梦到捡钱了 胡亮燕小的时候 他的母亲就去世了 在农村人的迷信说法中 他的八字太硬 咳死了母亲 因此四里八乡的 都不愿意同他谈论亲事 年纪大的人不喜欢这样硬命的女人 是出于迷信 而年轻的小伙子不愿意娶这样的女人 则是因为胡燕亮 长得极其难看 直到二十七岁那年 遇到他现在的胡老伴 虽然比他大了将近十岁 家里也穷 但是他老实忠厚 最重要的是 胡老伴不嫌弃他命硬 也不嫌弃他难看 因此呢 这两人马上定了亲 就结了婚了 婚后的生活果然比单身时候强 不仅仅有了依靠 起码呢 不再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说什么 这女人呢 命太硬了 咳死了母亲之类的话 这是平常的一天 胡亮燕 甚至还做了一顿精美的饭食 祭祀了一下他的母亲 但是晚上的时候 当那个相同的梦 再次造访他的时候 他实在是忍不住了 决定回一趟娘家 虽然他的父亲也已经去世了 而他又是家里的独生女 但是还是有一些亲戚在的 比如他的二婶二叔 表妹小弟 还有一些童年玩伴 胡亮燕决定回去看看他们 自从他的父亲去世以后 胡亮燕多年没有回娘家去了 这一带的农村面貌 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而且似乎比先前更加荒凉了 胡亮燕的胡老伴 送他走了之后 总是有一些心神不宁 有时候眼睛跳 有时候心呼地疼了一下 这人们常说呀 左眼跳财 右眼跳灾 而他跳的就是右眼 而且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一向睡眠极好的他 也开始做梦 梦见了胡亮燕回家了 但唉声叹气 三天之后 胡亮燕没有如期地回到家里来 一个星期之后 仍然不见胡亮燕回来 这胡老伴虽然有点担忧 但是呢 没有往多处想 毕竟胡亮燕多年没有回娘家了 偶尔回去一趟 必是去各家叙旧去了 回来迟一些 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这一天晚上 胡老伴又一次 做了关于胡亮燕回家的梦 他仍然是那副愁眉不展的表情 还说自己要去一个地方 并且神情七晚 而且又犹豫地 向胡老伴伸出了手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 就在胡老伴准备揭他的手的时候 一阵猫叫春的声音 急事吵醒了他 后来胡老伴失眠了 一看手机才两点多 还有漫漫长夜 他就劈起了衣服 开了灯 坐在房间的小桌前 看看书练练字 不然真不知道这一夜 该如何打发 胡老伴突然借着灯光 看到窗外有个人 他吓了一跳 再一看 那正不是他的妻子 胡亮燕吗 只见他的表情 跟梦中一样七晚 胡老伴就喊了起来 燕子 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窗外的胡亮燕没有说话 老伴又喊 哎 为什么不进屋来呀 想了想他一拍脑袋 哎呀 是不是忘带钥匙了 行啊 我马上下楼去给你开门 就在胡老伴走出房间的那一刻 突然吓得不清 这是二楼的房间 为什么胡亮燕的脸 出现在窗户外不远处呢 它根本不可能有二楼那样的身高啊 那么只能说明 胡老伴吓得半死 但看着胡亮燕慢慢靠近窗户的脸 吓得赶紧一把关上了房门 坐在楼梯口 惊魂未定 幸好手机还在 他急忙打电话给邻居 因为邻居先前说过 他略懂些道法 经过胡老伴一番语无伦次的叙说 那邻居好半天才明白回来是怎么回事 他的瞌睡也一下子醒了 没有关系 你先把大门打开 我现在起床马上过来 这胡老伴就想 都有不干净东西了 还打开大门 这邻居怎么想的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就在胡老伴犹豫地走向大门 并且把大门打开以后 手机里的邻居的声音又响了下来 大门打开以后 赶紧退回三米以外 静静观察一切动静 原来邻居刚才说完以后 并没有将电话挂掉 而胡老伴也因为沉浸于害怕 没有挂掉电话 他立马后退了三四米 那一刻 他看到胡亮燕自门外的空地上 一步一步地跳了过来 但是门槛外 请他如何跳 始终越不过那道门槛 跳得久了 他甚至变得焦躁 面目猙獰可不起来 就在这时 一道浅黄色的东西飞过来 贴在胡亮燕的身上 他突然倒地 邻居这时进到屋来 看到躲在屋里惊恐不安的胡老伴 你没事吧 胡老伴跑出去一看 地上空空如也 只有一张浅黄色的符纸 原来正是邻居及时赶到 用一张符纸震住了那不干净的东西 邻居说 现在的楼房都不建门槛 当初你家建房子的时候 我就说过 你家这块地皮容易招惹不干净的东西 那时候我叫你建这个门槛 而且尽量做得高一些 还好你听了我的意见 现在派上用场了 方才那不干净的东西 正是被你家这门槛给挡在了外面 我们普通人看到这门槛 虽然只有二十多厘米高 但是对鬼怪来说 高得他们跳不过去 胡老伴说 可是方才那个不干净的东西有点像 没错 胡亮燕的确已经死了 他在回娘家的路上 山剑之路杂草葱生 在一片乱坟岗时 突然出现了鬼打枪 转悠了好几天 精疲力竭而死 胡老伴和邻居顺着去往他娘家的路 走了很久 才找到他的尸体 据说 在西边那些地方 宗教文化更盛行的地方 各家各户都非常注重门槛的东西 而且也把门槛设置得非常高 因为在人们的意识里 鬼走路一般是跳跃着行走 把门槛建得高一些 任何鬼怪都别想跳进来 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蜡巴惊雷 朱家村的村口 有一棵高大粗壮的古槐树 这村里最年长的人 也说不清楚 它是哪朝哪代人栽下来的 这古槐树下边 有一间饼铺 是村里年轻后省 朱能开的 这说起来啊 这朱能也是个苦命的人 父母早亡 他靠着乡亲的救济长大 这成年以后呢 大家又凑钱给他开了这间饼铺 这朱能呢也争气 守着饼铺 每日勤勤恳恳 除了赚出自己的花销 还能再接济村里的孤寡 这年冬天 似乎格外的寒冷 尾风呼啸 行人稀少 朱能天一黑就躺下来 不知道睡了多久 忽然被敲门声惊醒 忙披起衣服 打开门 这门外边 竟然站了一个年轻的女子 只见那女子衣衫单薄 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朱能也顾不得许多 忙把她让家奶 又急急生火做了热汤 并拿出几个饼让她充饥 这女子喝了几口热汤 脸色好看了许多 这才顾得让给朱能道谢 她说了她叫青娘 是去投靠亲戚 却陆遇恶人 好不容易逃出来 又饥寒交迫 差点送了命了 说着就要行大礼 感谢朱能的救命之恩 朱能赶紧制止 当夜未避嫌 朱能把床让给青娘歇息 自己在灶间就坐了一夜 第二天 青娘早早地起床 帮着朱能是忙里忙外 眼神竟然有几分爱慕 朱能真是惊喜交加 晚上她去村里找寡居的王婆婆 让青娘住在她的家里 就这样 青娘白天来帮着朱能干些杂活 晚上去王婆婆家 也绝口不提寻亲的事了 这几天以后 王婆婆找到朱能 说她探过青娘的口风 似乎对朱能十分的有意 这只是王婆婆说到这儿 犹豫了一下 哎呀 我看这青娘言谈举止 不像贫寒人家的女儿 她对自己的来历 也说得含糊 只怕其中有隐情呢 经过几日的接触 朱能早就对青娘是爱慕有价 只怕自己配不上 听到青娘有意 哪里还顾得上许多呀 于是去求了村里几位长辈出面 替她与青娘 就定下了这没亲事 婚期定在几日后的腊月初八 俗话说 人逢喜事精神爽 朱能一边忙着生意 一边抽空 收拾装扮新房 青娘也留在王婆婆家里 为自己和朱能 缝制新婚衣裳 这日朱能正忙活着 走进来一个高高瘦瘦的老人 头发胡子都白了 看着呢 确实挺精神的 她要了块刚出炉的饼 却没吃 只放在眼前 深深地吸了几口 仿佛只闻了气味就饱了 闻了一会儿 她似乎挺满意 然后转头就问朱能 听说你要娶亲了 朱能就忙说是 老人皱了皱眉头 你那新娘子 我看不娶也罢 朱能就不高兴了 为啥呀 老人面容严肃 只怕成亲之日 就是你横遭不测之时 这老头莫非是疯了 朱能本想发作 看她一大半年纪了 也就忍了 没搭理她 老头还不把休 你那个青娘 实则是妖 妖 青娘若是妖 我不是早被她吃了 王婆婆也被她吃了 老头摇了摇头 这个妖不吃人 却吸人的惊魄 挨不要 怒不要 惧不要 专等人心满异族 自认为天下姓氏 尽在自己身世才兮 你想一想 你家贫无异 忽然天降贤气 取亲之日 是不是你最心满异族之时 老人家 丙我送你了不要钱 也请你不要再胡言乱语了 朱能听那老头说得越来越离谱 实在是忍无可忍 于是将她推了出去 转眼就是腊月初八了 这天古怀树下是喜气洋洋 热闹非凡 青娘被村里的几个姑娘拥簇着 就送进了新房了 身穿喜服的她更显娇美 朱能看着真是心满意足 只觉得自己是古往今来天下的第一幸运儿 年少时受的那些苦楚 现在都不值一提了 她伸出手 轻轻地拉起青娘的手 娘子 能遇到你 真是我的福分 青娘对她妩媚的一笑 慢慢将身子依偎过来 朱能正心惊摇曳之时 猛然有人破窗而入 将她狠狠一拽 朱能打惊 一看 这是那日来胡说八道的老头 他简直气晕了 你 老头说 看看你的新娘吧 朱能回头 哪还有什么青娘啊 只见看到一个青面古眼 琉牙利爪的妖怪 却正穿着喜服 青娘 我的青娘 老头冷笑一声 哼 她就是青娘 朱能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只见青娘 哦 那妖怪 对着老头 刺着牙切齿道 老东西 你我各自修炼 凭水不放河水 你为何要坏我好事 老头就说 你我都修炼不假 只是 我做的是与人为善 你是害人谋命 本就是水火不容 再说 我昨日闻这小哥的炳香 也算是有缘之人 其容你害他 妖怪大怒 乱本事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自寻死路 就不要怪我了 说吧 以后 他伸着爪子 就向着老头抓过去 老头纵身跳出窗外 妖怪紧跟着也跳了出去 朱能战战兢兢的 探头往窗外看 那老头 果然不是妖怪的对手 没几下 就落了下风了 批于应付 正在此时 猛听空中一声炸雷 一个火球直批妖怪 是雷公来了 妖怪是真不简单 闪身躲过 雷公自然是不肯罢休 只听雷声滚滚 一次次劈向妖怪 妖怪是东闪西躲 狼狈不堪 他恶狠狠地盯着老头 立声道 看来 今日我是难逃这一劫了 你也别得了便宜 说吧 直扑老头 老头打不行 跑道是挺快 妖怪一看追不上他 反身窜上了骨怀 老东西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今日 我就和你 同归于尽 那雷 一个个 炸在骨怀附近 却奈何不了妖怪 那妖怪养天大乡 哈哈哈哈 看来 今日是要 托你这老东西的福 逃我一劫了 老头一咬牙一跺脚 仰天道 雷公 我请你来 就是出妖的 你莫要顾及我 快快 劈了那妖怪 一声惊天动地的雷响过后 古槐树上腾起一个火球 妖怪发出一声惨叫以后 就没了声息 再看老头 身影越来越淡 越来越淡 直至消失了 一切风平浪静以后 朱能哆哆嗦嗦走了出来 只见一具烧焦的蝗虫尸体 落到古槐树下 原来那妖精是蝗虫精 古槐之干断落一地 树干也被雷击穿成了空心的 眼看是活不成了 朱能嚎啕大哭 他恨自己没听古槐公公的话 把他给害了 从此 朱能每日做了新饼 必先供奉到古槐树下 他记得古槐公公说过 喜欢闻他的饼下 几年过去 王婆做梅 朱能娶到了新娘子 那年的春天 古槐竟然起死回生 抽出了新芽 此后数年 树枝竟渐渐地茂盛起来 终于又遮天蔽日 而朱能和他的子孙们 一直日日供奉新饼 从不间断 神奇的豆腐脑 第一集 话说 在民国的时候 是处处混乱 这老百姓的日子呢 过得那叫一个战战兢兢 说到西周城外 一株百年的榕树旁 有一个人口密集的村落 叫做榕树村 这村子呀 是一山傍水 是一块躲避战争的风水宝地 老王家就在这榕树村 老王一条腿残疾 有点瘸 行动呢 也不是很方便 老王的老伴 几年前就离世了 老王的儿子 孙子 眼看就成年了 却是游手 好闲地在游荡 老王在这老榕树下 摆了一个摊子 卖豆腐脑 日子勉强凑合着过 可今年呢 天大旱 农作物所收甚少 家家户户都难以度日 老王种的豆子呀 几乎是颗粒无收 这日子还要过呀 怎么过呢 老王就陷入了困境 一天夜里 黑区区的房间好不吓人 老王在床上是辗转难眠 肚子饿得咕咕叫 隔壁房间的儿子 确实在呼呼大睡 今天的伙食 都被王栓子给吃光了 可怜的老王 饿得准备起来喝点凉水 刚下床 老王就觉得 这屋子里有点不对劲啊 这平日借着月光 能看清这房间的大概轮口 今天晚上 却怎么着也看不清 不仅如此 这房间有轻微的叹息 还有这轻轻的脚步声 这事就闲门了 老王是越听越害怕 赶紧就钻到这被窝里 把头一蒙 大气也不敢出 心里就祈祷着 这天赶紧亮 许久之后 一声攻击的提鸣就传了过来 打破村子里的寂静 很快 一抹光亮 迎泄四处 老王头 这才满头大汗地 伸出来一个脑袋 打眼往地上一看 一双破布鞋十分醒目的就摆在他的眼前 这不是死了的老伴的布鞋吗 这不是老伴下葬的时候 就把这布鞋给烧了吗 怎么会在房间里头呢 老王下意识地跑出院子 这一股豆腐脑的香气 就直窜进鼻孔 这桶里边是满满的豆腐脑 这筐子里还有豆腐 不仅如此啊 还有几枚野果子 甘甜可口地放在这地上 这 众位有的说了 放在地上没尝 怎么就知道甘甜可口啊 那拿起来尝一尝 它不就完了吗 这老王是鸡肠鹿鹿 三两下就干掉了几碗豆腐脑 又给这王栓子留了一些 肚子吃饱了以后 这老王就开始疑惑了 这东西是从何而来 这屋子里的破布鞋 是不是就代表着老伴的鬼魂 回来帮自己了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 那就太好了 可是明天呢 老伴的鬼魂 会不会继续生产豆腐脑呢 老王没多想 反正人穷命贱 罢了罢了 老王还是挑着担子 就出门做生意了 卖几个钱 好给这王栓子娶个媳妇 这榕树底下 老王勾搂着身子 等待着村民来买 但是说句实话 今年大汉收成不好 这很多人家都快戒不开锅了 这为什么这老王还可以卖豆腐脑呢 这有人就一律重生 但一律归一律 老王家的豆腐脑 还是卖得出气的快 老王表示很满意 晚上的时候 老王累得没力气考虑任何事情 几乎是粘着床就睡着了 夜里是格外的宁静 宛如有温柔的手 抚摸着受伤的灵魂一样 这天亮的时候 院子里满满的都是豆腐脑 豆腐在筐子里 野果放在边上 老王就乐开花了 看来今后的幸福生活 要落在死鬼老伴身上 老王就笃定的认为着 挑着担子走了出去 这一天和昨天一样 后来的一个月 老王天天有豆腐脑脑 这村里的人就开始坐立不安了 这说为什么这老王家 看起来风调雨顺 这明明地里的农作物 也是颗粒无收啊 这有人就想一探究竟 老王家开始被几个村民偷窥了 这夜里的时候 天黑的如同墨布一样 根本就看不透老王家的一切 好在一个叫里二的村民 准备了一包萤火虫 这农村里头的萤火虫啊 个头大明亮 只要飞出去 就宛如这小蜡烛似的 萤火虫快速地铺开 老王家的后院 这时 里二就借着这微弱的光芒 就看到一个男子的背影 在这院子里头忙活 那身影呢 就像木偶一样 机械地运动着 没多久 就做出来了豆腐 和这豆腐脑 李二认为那是王栓子 这背影不就是他吗 王栓子是荣鼠村出了名的 游手好闲 好吃懒做 这他为什么会劳动呢 而且原则伸手不见五指的半夜 这栓子居然能畅行无阻的劳动 这黄豆从何而来 而这院子里面生产豆腐脑的道具 却根本没有使用呢 那么栓子用什么东西 做的这豆腐脑呢 这天哪 太过昏暗了 李二等人看不大清楚 看不清楚 也有看不清楚的猜疑 第二天 老王刚挑着豆腐脑出了门 就被李二等人围住了 个个是神情逼人 宛如逃债一般 老王就郁闷了 说乡里乡亲的 自认不曾得罪过谁 今日这般阵仗 让老王是白思不得其解 老王就问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干什么 几个村民一下就掀翻老王的桶 然后就责问他 我们颗粒无收 你却日日赚钱 说 你这些东西是从哪弄来的 原来是眼红啊 老王心里量了大半截 看着这满路的豆腐脑 态度坚决 无可奉告 他坚决不能走出老伴半夜帮忙的事情 否则 家里闹鬼之事被人知道了 那还得了啊 可是这村民不饮 不饶 他就说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 那是你儿子王栓子半夜起来做的豆腐脑 蹊跷的是你儿子做豆腐脑的时候 不见黄豆 不见用过滤布 他是怎么做的 这一下呀 老王就骇然了 心里想着明明是死去老伴做的 怎么变成儿子做的呢 儿子可是一直游手好闲 整天不是出去招摇 就是关门睡觉 老王每天都在家里 留着饭时才出门呢 老王说 哎呀 你们弄错了 栓子怎么会帮我干活呢 可老王下一步就想到 对呀 没豆子呀 而且制作豆腐脑的用品都发霉了呀 老王把腿回家关上大门 村民这才四散 他们倒要看看 这明天老王还拿什么贩卖 要穷都穷 一个都别想赚钱 除非是无偿施舍 这正应了那句话 不换寡 而换不君 话说老王回到家 看见栓子正在起床 懒洋洋的坐在院子里 啃着野果 豆腐脑已经吃完了 老王讨厌儿子这副德行 静止过去 用力在凳子上面一踹 怒吼道 王栓子 你整天好吃懒做 你想累死你老子呀 这老王用力过猛 一条飞腿站立不住 一下子就跌坐在地上 王栓子是暴怒而起 本来想反击老子的 可看到老王坐在地上 狼狈不堪 突然就笑了 他指着老王说 爸 你好搞笑啊 老王捡起这木棒 就往这栓子身上扔 一边扔还一边合适 我们都要饿死了 你还笑吗 有人说看到你晚上做豆腐脑 看看你的德行 估计是你老妈 不放心你饿死 才回家帮我们的 这栓子一边跳一边说 你还好意思提我妈 你仗着自己有点文化 你把我妈当人看过吗 她死了你才后悔 老王被拴着的话 就给噎了回去了 对于老伴的死 他是万分地后悔 老伴命太苦了 操劳一辈子 最后累死在田地里边 而且生前 总是对老伴忽来赫去的 老伴生孩子 还不给人家好好做月子 这才落下了严重的病根 人这身体本来就不好 还要当牛做马 累死也是正常的 半夜里 屋子里奇怪的声音 又响了起来 老王这次 不敢光顾着害怕了 也不敢光顾着 等到明天 就白来的食物 他捏手捏脚的就起了床 屋子里的声音 他怎么也捕捉不到来源 但仔细聆听以后 原来这微微之声 竟然是在院子里边 老王又悄悄地 就来到院子里 发现一个身影 鸡血般的忙碌着 打眼仔细一看 那不是栓子 又是谁呀 老王看到栓子 正在忙碌着 他用的是 后山罕见的药材豆子 用手研磨揉挫 对水挤压 他的手腕宛如钢铁般坚硬 比工具还要敏捷 这是栓子吗 老王就害怕得疾呼 儿啊 你大半夜不睡觉 干什么呢 这栓子好像没听到一样 人就忙碌着 神情和死去的老伴 是一模一样 老王又上前去拍了拍 栓子的肩膀 结果栓子一个机灵 扮上以后 才如梦初醒 栓子愣证了半天 才甩了甩头说 我怎么在这儿呢 我干什么呢 豆腐脑的半成品还没有完成 栓子呆愣愣地看着老子 又看了看双手 再看了看面前的材料 这时候啊 屋子里是一阵骚动 老王赶紧进屋子 发现那双破布鞋 不翼而飞了 自从第一个晚上开始 老伴的破布鞋 就一直停在屋子里头 如今这破布鞋不见了 说明老伴走了 老王是心痛不已 这段日子 老顾着害怕了 老顾着等待着早晨的惊喜 却不料我 错失了和老伴相见 就忏悔不已 老王没有豆腐脑可卖 李二等人也就消停下来 栓子明白真相以后 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开始在家修缮房屋 给老王做饭挑水 半个月以后 开始有人敲老王家的门来 老王就纳闷了 平日他与别人来往甚少 今日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当老王开门的时候 一个身影 立马就跪在门外 磕头不直 这不是松树村的小麻子吗 小麻子十几岁 开口就是 王叔啊 谢谢你啊 你卖的豆腐脑 治好了我奶奶的腿疼症 我奶奶可以下床了 他硬说是吃了你的豆腐脑 才好的 老王赶紧把这小麻子 就扶起来 惊愣不止 自己做的豆腐脑 还有这功效吗 看来真的是老伴的鬼魂 在帮忙了 原来老伴 是在帮自己 积德行善 后来王家陆陆续续 有人进来磕头作医 说是吃了老王家的豆腐脑 消除了白病 不用别人说呀 老王自己都觉得 腿也好了很多 浑身上下是经络通畅 血液循环无阻 连栓子的气色也好了不少 后来又有很多人上门买豆腐脑 甚至有些香身富豪军阀 可惜老王家再也生产不出 治疗白病的豆腐脑了 没过了多久 是天降大雨 农作物蓬勃起来 老王心里头却一阵抑郁 他捧着野花 跑去了后山 老伴的坟墓长满了荆棘 坟头有不少貌似黄豆的药材 不过大多都已经被采集了 还有一双破布鞋 被雨浇透了 老王心里一阵凉 不顾一切的冲到这坟墓前是嚎啕大哭 就边哭边说 他娘啊 我现在改邪归正了 今后的日子也好过了 你可以放心的走了 你孤单吗 不如我跟你搭个伴 你等等我好吗 说着 这老王就把头死命的 往这坟头前磕 可惜跟中了鞋似的 老王不论如何都磕不到头皮 看来老伴是死都不愿意 让他也死在面前的 也罢 老王死心了 打劲个开始 老王每天都到后山溜达一圈 把老伴的坟墓 清理得是干干净净 每次还放上一束野花 老王家的豆腐脑成了传说 再也没有人能制作得出来 后山的坟墓整理干净以后 那些药材豆子 开始茁壮成长起来 但是老王不愿意再生产豆腐脑了 年代混乱 如果被他人获知这件事 恐怕会生出很多幺蛾子 血风筝 第一集 陈秀才 玉树连锋 气宇轩昂 是众多少女心中的男神 可别以为男神都是完美的 这陈秀才就不完美 爹娘呢 都只是做点小生意 而且她也仅仅是一个秀才 不是她不努力考取功名 实则是她考了很多次 都功亏一篑 心寒至极 有一次 她告别父母 云游至京城 这京城里头 是妙语森森 人头攒动 烟花柳香 一香并莹 看得让人眼花缭乱 陈秀才一边感叹自己眼界不酷 一边又欣赏这些美人美事 只是 陈秀才的相貌 或许是过于出众了 她往那人群中一站 那也是位节之姿 蓝陵王之辈 一时之间 惹得别人是频频侧目 更有甚者是 这不少少妇少女之辈 都投掷一些手绢香囊什么的 惹得陈秀才 不知所措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豪华的马车 从街道缓缓而过 这轿中有一位美丽的俏家人 正好亏得了陈秀才之风姿 而陈秀才 也刚好被这俏家人吸引了 四目相对是一见钟情 但是碍于少女的面子 这女子是脸蛋一红 羞涩的就放下了帘子 把目光阻挡开来 然而在这轿子里面的女子 却按捺不住 心惊荡漾 一会儿掀开帘子 陈秀才却不在目光之中 顿时是煞感无奈 路边很多人都知道 华丽的轿子的女子 身份尊贵 听说是当今丞相的独生女 与方妃姑娘 将来是要嫁给皇亲国戚 恰好这方妃姑娘的相貌气质 就是陈秀才最心仪的地方 这美人 简直是当今世上难得一遇 看见豪华轿子缓缓使走 秀才拱手问身边的人 小哥 这天仙一般的美人 是谁家姑娘啊 小哥本来不想搭理的 可一看陈秀才的风貌 立马说 曹丞相的独生女 方妃姑娘 听说被一位王爷看上 要当王妃的 这陈秀才 长期沉浸于书里面 对一些爱情的故事 特别期待 从而就看清了 全是这个词眼 他忍不住一路尾随教子 就来到这丞相府了 高大森严的府邸 将陈秀才和家人 隔绝在外 此时正好是黄昏 天空的赤霞 把府邸照耀的神圣不可侵犯 陈秀才才觉得 有医术目光 正好投掷在他的身上 一抬头 看见这府那一座绣花楼上 有一个欠力的女子 正炽热地看着她 那不是方妃姑娘 又是谁呢 二人隔着高院内墙 如相识很久的情人 如痴如醉地望着彼此 天黑了 绣花楼里的美人 便打着灯笼 不敢高呼 又舍不得陈秀才走 急急忙忙间 女子赶紧钻进屋里 没过多久呢 就出门投了一个东西 给墙外的陈秀才 还一看 原来是一颗上品大珍珠 带着一张纸 上面就写着 我叫方妃 还没请教公子尊姓 公子为何尾随于我到府上呢 为了回答美人的问题 陈秀才也不顾形象 大声道 必然陈如风 为仰慕姑娘而来 可否登门造访 方妃又进屋 一会儿又投出来指 公子切不可鲁莽登门 家归森严 等我想办法 出门和公子相见 这陈秀才心情是十分的爽快 得家人青睐 这简直是人生幸事 后来好几天了 陈秀才都准时的 去丞相府的后院 为了和家人彼此慰藉一番 这一来二去 二人是更加亲密了 仰慕彼此 甚至发展到一日不见 如隔三丘 为衣消瘦的人憔悴的地物 从而 每次看到方妃时 她都盛装站立 如九天仙雀的仙子 飘落凡间 她这是 为仰慕自己的公子 而精心打扮 有一天 方妃给父亲说 要去庙里上乡 祈求平安 于是顺利出的门来 方妃以小姐为由 把一堆家谱随从都摆开 不远处 隐秘的河汤边 荷花深深 陈秀才早就等好了家人了 只待方妃一来 陈秀才的竹筏 直接把二人划入 河汤深处 第一次亲密相见 陈秀才是满心激动地 拉住方妃说 为何我们相见如此之难 方妃一滴热泪 就滚出眼泪了 家法森严 果不得随意出府 陈秀才又说了 我上门提醒可以吗 方妃一阵腿软 颤抖着说 不可 我已许配给王爷了 陈秀才一脸骇然地说 什么王爷 你既喜欢我 我又喜欢你 我们应该在一起 看着这秀才专注的模样 方妃一头扎进 陈秀才的怀里 哭泣道 难得相会 不谈其他 我不愿伟生王爷 我只想和公子厮守一生 陈秀才心里大痛 紧紧地拥住了方妃 二人一起耳鬓撕磨半赏 还许诺 非清不娶 非清不嫁的 短暂的私会很快告一段落 回到府里的方妃 紧口不谈陈秀才知识 这是他们之间的秘密 可是只要专相专注起来 就没有查不到的事 专相很快就获知了一些端倪 他总能听见有人说 这院子外边 有一男子对方妃 有寄予之心 专相起了雷霆大怒 但多年的官场经验 让他觉得要给二人一个严厉的教训 他让人送给这陈秀才一份情帖 邀请陈秀才上门一序 几天后 陈秀才才如约而至 公身就对专相磕头一番 表示自己的尊重 又显示出自己要得到方妃的决心 专相高高在上 蔑视着陈秀才说 我女士先姿奉你 你一个凡夫俗子 岂能与他相配 你还是早日回家 我饶你不死 否则 休怪我不客气 看到专相的态度 坚硬如铁 陈秀才也起了几分胆虑 他就说 方妃不爱什么王爷 那是莫须有的许配 而我和令千金早就还是山盟过了 还望丞相大度 把令女许配给我 看到民间的凡夫 竟对自己历生历色 而且开口闭口 还要迎娶方妃 丞相当时就怒 号令家丁进门 各个手持刀剑 面色如鬼 可到此时的陈秀才 却是一点都不害怕 为了方妃的幸福 她怎么可以倒退呢 丞相见下巴走着 铁骨铮铮的陈秀才 于是一声令下 让人把陈秀才打到残废 于是这陈秀才 遭受到了棍棒殴打之苦 但是她强忍着疼痛 直到四肢不能动 血流如注 陈秀才气弱忧死地说 我命休矣 但是就算是死了 我也要带走方妃 她是愿意的 我要给她幸福 陈秀才终是被暴打之死 她始终是挺不过 运武之人棍棒的力 死得惨不忍睹 陈秀才的死 没有任何人告诉方妃 她在秀楼四处观望 一连数十天 也见不着陈秀才的任何痕迹 这有事吗 她的一颗心是扑通扑通乱跳 这些时日总是担惊受怕的 也销受了不少 不知怎的 突然间一滴眼泪就夺眶而出 朦朦胧胧间 又看到天空 有一个红艳艳的风筝 似乎是血染的一般 生在天际 那风筝飘渺诡异 方妃又观察了一下 凡是有风筝的时候 都是乌云密布的天气 暗沉的天际 衬托着血色的风筝 这有时候甚至觉得那风筝的形状怪异得很 就像是一个满身血迹的人 盘旋在空中召唤的 那么可怖的画面 惊退了府邸所有的人 但是方妃却丝毫的不害怕 很快 那风筝就日日夜夜盘旋在府邸上空 正是屈之不散 宛如一个虎视眈眈的恶魔 府邸的人呢 还是人心惶惶 越慌乱就越会露出马脚 陈秀才之事终于被方妃知道 难怪这么久就见不到陈秀才 原来是被父亲打死了 父亲那么狠心吗 方妃是心痛无比 整日的不吃不喝 逐渐的就憔悴 不停的抬眼看着外面的血风筝 那不就是面目全非的陈秀才吗 丞相看到这一切 就请了一个法力高深的道士 要制止消灭 盘旋在府邸上空的血风筝 道士知道了这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 就对丞相说 生之前没有达成心愿 惨死后又不忍离去 还想带走小姐 于是变成了血风筝 日日盘旋 不得安生 看我怎么收拾他 于是这道士就摆了制鬼的道具 又取出一个纸人 弹出几滴鲜血 画幅上去 没过多久 纸人就像活过来一样 飘飘上升 渐渐的就接进了这血风筝 这时候 天色大便是 风起云涌 血风筝瞬间硕大无比 一张人皮的样子 滴着血 那阴冷的五官 就是陈秀才生前的样子 指人慢慢接近血风筝 二者斗得是难舍难分 老是不停地画幅 燃幅助力指人 血风筝的森森鬼力 逐渐虚弱 眼看要斗败了 这时 一个女子迅速地 向血风筝就飞了过去 那不是方飞 还能是谁呢 倒是打叫 不好 小姐自杀了 那是小姐的鬼魂 倒是赶紧收手 刹那间 女子幽魂和血风筝 紧紧地相容 难舍难分 直到见不到任何踪迹 看来这二人的鬼魂 是要在一起了 血风筝真的就带走了方飞 而方飞也走得是心甘情愿 一副完整的尸体 躺在绣花楼里 一缕香魂 已经随着陈秀才逍遥而去 曹丞相一家 整日是闷闷不愣 很快曹丞相 被当成了逼死女儿的笑话 震惊朝野 从此是一决不振 感谢观看